你還沒有屬於自己的作品及網站嗎? 或者是你有許多優秀經歷和設計作品 但卻不知道要放在哪裡 今天我將教你製作一個高質感的作品及網站 除了能完整展示你的直牙技能以外 也能用多種酷帥特效逐一展示你的作品 稍後你將會學到 從自駕網站的必備概念 個人網域和主機申請 Wordpress高質感版型套用 製作網站logo 挑選網站配色 製作網站頁面 RWD響音式設計 作品及功能製作 聯絡表單設計等等 透過這部影片 我將一次傳授多年的網頁製作功力給你喔 影片內容非常豐富 建議一定要看到最後 就能順利製作出充滿個人特色的作品及網站 也順便學會了網頁設計的能力 有關影片中會用到的圖片素材 範例網站的成品圖 相關軟體連結 和我們團隊所提供的網頁設計和主機代管服務 連結我都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好 那就開始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會學到的網站成品 首先這個是成品的首頁 那這邊你可以放置 你個人的資訊 你提供的服務等等 那右手邊可以放上你個人的照片 那下面呢就是 你如果提供服務 看有幾項在這邊都能夠做一個新增 那我們也會教如何去換這個 icon 更改標題內文等等 那再來呢我們也可以放一些像是 關於我的故事啊 然後放入你個人的一些背景 讓訪客呢或者是面試官呢 更認識你這個人這樣子 好 那這邊可以列出你個人的經歷喔 那這樣如果呢你想透過這個作品集網站來做接案 那你的這個經歷呢也是會幫助你有加分的效果 那如果呢你是把它當作履歷網站呢 這個履歷的部分也非常的清楚 那它這個下面呢其實是一個動態效果的 稍後也會教大家如何做 好那再來呢就是作品案例分享喔 這邊呢我們採用的是一個圖片輪轉的一個工具喔 那稍後也會跟大家分享 這樣呢也會看起來比較專業 那下面呢就是與我們聯絡的一個區塊 然後進入網站業圍 好那這個是首頁的部分喔 稍後的網站成品其實架構非常的完整喔 有首頁啊 關於我們服務項目 工作室 作品集 聯絡我們等等喔 那麼可以看一下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呢這邊我做了一個微調喔 當然之後呢你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呢 去更改內部的文案啊跟圖片 打造呢更適合你自己的 那我們稍後會搭配的是使用 Astra這款高質感的布景主題喔 它不但輕量呢 而且它的內建版型非常的多 那它左手邊呢也有非常多呢 你可以用它來更改布局的工具喔 比如說更改業手啦業尾等等 那稍後呢都會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那再來呢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編輯網站啊 我們稍後也會介紹使用Elementor 這款高質感的頁面編輯器喔 它的操作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把你想要的元素 拖曳到右邊 它就會呢做一個呈現喔 它是一個所見即所得的概念 目前所看到這些頁面架構呢 都是透過這個Elementor工具呢 所製作出來的 它左手邊提供非常多的工具喔 像是標題啊 圖片影音 或者是Google Map 你都可以自由的做遷入喔 這邊有非常多工具可以自由的應用 好我們稍後影片也會跟大家做分享 再來我們看到今天的重點之一 也就是作品集的能力喔 那我們影片等一下會分享 如何打造類似這樣的作品集功能喔 那這個作品集它支援這個分類切換的效果 你可以有多個作品 然後同時也支援這個分類的切換 那下面呢 就是它有支援不同種的作品案例喔 像是第一種呢是網站呈現的形式喔 你點擊之後呢 它會自動抓取外部的連結 如果你是有一些網址的話 用這個功能呢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顯示出來 那它的右下角呢 也支援這個響應式的功能切換喔 那再來呢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平面的案例喔 如果你有些圖片的作品 你也可以用作品集工具去呈現喔 那它也支援這個圖片切換的效果 整體來說都非常的不錯 那再來呢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今天有一些影音作品 比如說像攝影或者是一些活動的剪輯 精華等等都可以用影片切入的方式呢 去展示 那最後呢有一個頁面呈現的作品 如果你有大量的圖文啊 你想要放在同一個頁面呈現的話 那這個呢 稍後分享的作品集能力呢 你也能夠在這邊自由地做編輯喔 那最後呢我們就會分享 聯絡我們這個頁面 我們如何呢製作這個表單 讓對你有興趣的訪客 或者是看到你履歷的人呢 想進一步跟你聯繫 他都可以透過這個表單 或者是左手邊的聯繫方式呢 跟你進一步的接洽喔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呢 會製作出來的作品及網站 那有關於呢 裡面會用到的相關圖片素材呢 我都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方便你操作跟使用 那我們就前往到下一步囉 接著來看到的是 自駕網站三要素 通常要架設網站呢 我們都會準備網域 主機還有軟體 那首先看一下網域部分 網域命名呢 我們建議選擇使用簡單好記的方式 然後也可以使用品牌名稱作為命名 或者是你可以用產品跟服務有關的命名方式 然後不要使用中文 再來主機的話 我們可以呢 挑選有公司規模的 這樣會比較穩定 再來呢 它的性能跟功能性也是我們可以衡量的一個重點 包括方案價位落在哪裡 是不是新手也可以負擔得了 再來呢 軟體的部分 我們會使用Wordpress 因為它是目前全世界使用量最大的軟體 全世界有40%以上都是使用它來製作網站 然後你也不需要任何程式概念 包括它裡面有上萬種主題跟外掛 可以製作非常多種類型的網站 像是部落格 形象網站 電商網站 都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們有了初步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前往下一個步驟 好 首先我們可以開啟新的分頁 我們在新的分頁上輸入這串網址 網址呢 我也會放在畫面這邊呢 或者是下方資訊欄 方便你前往 那透過這串網址呢 你前往到A2 Hosting 你可以享有非常高比例的折扣優惠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喔 好輸入完成後 你就直接前往 那接著呢 我們就會進入到A2 Hosting的方案頁面啦 首先我覺得這家主機商呢 有5個很大的特色喔 第一個呢 就是它的主機速度快 第二個呢 就是它的費用平價 第三 主機安全性高 第四 全年無休的客戶服務 第五 操作介面簡單 那以上的特色呢 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喜歡使用這家主機商的原因喔 好那接著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它的方案費用 首先它分為 Stop Up Drive TurboBoots TurboMax 那我們稍後呢 會針對前面三個呢 作為分享 首先第一個呢 Stop Up 它提供36個月 12個月 跟一個月的模式 那我會建議呢 至少選擇12個月 你才可以享有比較高比例的折扣 像是它目前呢 就提供75%的折扣幅度 那有關於Stop Up呢 它可以用它架設一個網站 享有100GB的SSD大儲存空間 並提供呢 免費搬家服務 這就是Stop Up 再來我們看一下Drive方案 你可以用這個方案呢 來架設無限個網站 享有無限制的SSD儲存空間 跟包括呢 也有網站搬家 還有它提供了免費自動備份的功能 這個就是Drive方案 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TurboBoots的方案 這個方案呢 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擁有更快的速度 它在SSD的儲存空間上呢 它使用了更進階版本的規格 那它一樣呢 可以擁有自動備份的能力 跟包括呢Turbo官方所稱它可以提高至少20倍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對速度有更高的要求 也可以參考TurboBoots的方案 好那我們這次呢 會先從Stop Up 也就是呢 最優惠的方案呢 進行教學 好那我們可以點選下面的Get Stop Up 接著呢我們會進入到A2 Hosting的網域相關頁面 首先它提供幾個選項 第一個呢是 如果你已經有自己的網域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輸入你的網域名稱 然後點選使用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呢是註冊一個新的網域 如果你目前都還沒有任何網域 你是初次駕站的新手朋友們 你就可以選擇第二個 就是註冊一個新的網域 好那這邊呢輸入你想要申請的網域名稱 那後面呢是頂級網域的部分 那頂級網域有非常多的選擇 那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選 可以優先選擇.com 完成後你可以點選這個按鈕 系統會幫你判斷呢 這個網域是否已經有人註冊過了 好那我們點選 好那像我這個網域呢是沒有人註冊過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完成後呢我們可以點選下面的 Continue前往下一步 那接著呢 A2 Hosting呢 它會列出你目前所選擇的 主機規格 然後更包括呢 你租用了大概多久 然後費用大概多少錢等等 好那這邊都是一些加過項目 這個我們就不理他了 那下面呢是Server Location 就是你的主機伺服器 想要放置在哪個位置 那如果你今天是位於亞洲地區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新加坡 因為距離比較近 連線起來相對速度也會比較快一點 好那這邊呢有一個自動安裝的應用程式喔 那你可以先選擇WordPress 我們用一個呢 乾淨版的WordPress進行安裝就好 那下面呢有WordPress後台的 登錄帳號 還有登錄密碼 那有關於這組的帳號跟密碼 大家呢現在就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因為呢系統呢 稍後不會再透過信件的方式寄給你 這也是因為安全性的考量 那有關於這組密碼的話呢 你之後在WordPress後台 也可以自行再做更換 好那都記錄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點選Continue前往下一步 那接著呢是一些網域的相關功能加購 那目前呢我們都不需要 所以直接點選下一步 好那這個部分呢 是讓你確認一下 你所選的規格跟價格的部分 好那下面呢 它也有帶到折扣碼的部分 那有關於優惠連結呢 我也會放在畫面這邊 或者是下方的資訊欄 方便你前往 那透過這個網址前往 就可以享有高比例的折扣幅度囉 那我們就點選Checkout 好那接著我們會看到啊 是一些欄位的輸入 好那這些欄位呢其實非常的簡單 稍後我會用比較快速的方法 帶著大家來完成 好那這個平台由於是國外平台 所以資訊呢我們都需要填寫英文 首先First Name就是你的名字 Last Name就是你的姓氏 好那我們可以個別填上 如果你不曉得你自己的英文名字的話呢 我這邊放一個網址給大家 連結我也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在這邊呢你可以輸入你相對應的資訊 然後點選翻譯就可以囉 那我們繼續回來 這邊我就個別填上 那有關於它這個欄位啊 它也沒有太嚴格 你基本上只要有職的話呢 應該都是過得了的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Email Address 這邊可以填上自己的Email 然後這邊可以填上手機號碼 或者是室內電話都可以 那我這邊呢用手機號碼作為範例 那有關於它這邊是國際碼 所以你可以把最前面的0去掉 把它改成886 好那這邊 Company Name 是你的公司名稱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不用填 它是選填的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區域 我這邊選擇台灣 Street Address 就是街道地址 也就是住址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個網址 這個是中華郵政所提供的 地址中翻譯 好那我這邊呢 先隨意選擇一個地址 然後我進行查選 進來之後呢 系統會給了我們一串 英文的地址 那我這邊呢就個別貼上 這邊呢 Edwesting還有提供 Street Address 2 就是第二個欄位 有關於第二個欄位呢 我這邊可以把縣市 目前我是抓取新北市 我把它複製起來 我回來 我進行貼上 好那City呢 跟州的部分呢 我這邊一樣呢 都先填選台灣作為範例好了 那這個地方可以輸入自己的郵遞區號 那下方呢 是輸入你的統一編號 如果有的話再填 沒有的話呢 就可以控制 因為它是選填的 好那這邊是 Account Security 是帳號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之後要登入到 A2 Hosting的後台呢 你就必須要憑著這個密碼呢 進行登入 那它的登入帳號呢 就是你的信箱 好那我們來撿寫一下密碼的部分 那這邊呢它有系統可以自己去生成這個密碼 如果你需要用的話呢 點選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但這個密碼呢 大家要把它記錄下來 好那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個別填上 接著可以選擇安全性的提示 那這邊它有非常多種 好那這邊呢 就先隨意選擇一個 好然後你輸入自己 看得懂的就OK了 好那我們下面呢 就會確認一下 帳單資訊 這個就是會稍微結帳的金額 好那我們直接往下看 這邊是付款資訊的部分 有非常多種選擇 那目前最常用的呢 會是信用卡跟PayPal 那我們直接來選擇信用卡的付款模式 那這邊你可以個別填入信用卡資訊 這邊是你的 卡片號碼 到期日期 卡片後三碼 持卡人的 姓名 那這個部分是選填的 所以這個姓名的部分也可以不填 都是沒有關係的 那當你卡片資訊填寫完畢了之後呢 下面呢 我們可以把訂閱電子報的按鈕給關閉 然後把它確認同意打勾 我們就可以點選這個按鈕 進行購買的流程囉 那當我們點選完之後呢 A2 Hosting 系統呢 會同時幫我們在後台建立一個 Wordpress 的網站 所以呢 這段時間呢 可能會等稍微久一些些 可能會有幾分鐘的時間 所以大家呢 可以耐心稍等一下 那等待一段時間之後呢 A2 Hosting 就幫我們順利的 把Wordpress 架設成功囉 那我們這邊也會看到啊 他告訴我們說 你訂單已經完成了 可以前往到下一步了 好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步的教學 好那關於主機 注動完畢之後呢 由於我們有涉及到網域的申請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前往到 自己的信箱 那我們應該會收到呢 很多關於A2 Hosting 他所寄送過來的信件 那裡面呢 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呢 就是 這算英文 他算是一個驗證信 你可能會看到你的網域名稱在上面 那我們直接點擊他 進來之後呢 他會告訴我們說 這是你剛所申請的一些 網域資訊 他主要的用途呢 就是確認說 這個網域申請者呢 是你本人這樣子 去驗證資料 那有關於驗證方法很簡單的 你只要點選連結 Check here to verify your email address 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直接點選連結 好 那這樣系統就會告訴我們說 恭喜你已經順利驗證成功了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網域驗證這項動作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度回到 A2 Hosting 的介面 我們這邊呢 如果接續剛剛的安裝流程 你可以直接點選這個按鈕 前往到會員專區 那我用新分頁的方式開啟 好我們就看到類似的這個介面 稍後會跟大家做個說明喔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再度搜尋 A2 Hosting 的網站呢 你可以點選 Login 進行登錄 那你有關於在登錄的時候呢 他應該會要求你 輸入一串帳號跟密碼 那你就填入了 你剛在申請的時候 所留的那組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A2 Hosting 呢 他本身功能非常的多喔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呢 叫做 C Panel 他很多呢相關主機的設定項目呢 都放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點選 C Panel Login 按鈕 我們前往 好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這邊有非常多的項目 功能非常的多 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我們這邊呢 先來到語言更改的地方 Change Language 或者是呢 直接透過上面的這個工具搜尋欄呢 也可以找到 好那我們點選之後 我們直接切換成自己的語言 更改 那我們會看到啊 語言就已經都更改成中文囉 好那我們返回上一頁 好那這樣呢 C Panel的後台呢 就變得很容易了解了 那這招介紹的是 SSL安全性憑證 如果透過這個SSL憑證呢 我們通常會有兩點好處 第一個呢 就是傳輸的數據會比較安全 第二個呢 就是對網站的SEO呢 是會有幫助的 好那我們要如何在網站 啟用這個東西呢 首先一樣我們可以來到 C Panel的後台 我們這邊會看到啊 主要網域 應該就是你在申請A2的時候呢 用的這支網域 那我們可以點擊一下 進來之後呢 那我們會看到啊 目前這個網址啊 由於我已經做了設定 所以你會看到 它這個安全性的鎖頭 已經出現了 代表它是使用SSL的憑證連線 那我們也會看到啊 它是使用https的方式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 不安全的模式呢 代表你還沒有啟用一個叫做 強制性SSL的連線模式 好那我稍後呢 會把這個兩種方式呢 都教大家 這樣呢就能夠完成有這個網址前面會有鎖頭的模式 那網頁呢就比較不會顯示不安全的連線 好那我們先回到後台喔 一樣我們可以往下滑 我們可以看到安全性這邊有一個SSL 點選 進來之後呢我們看到右手邊 安裝並管理網站的SSL 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到下面的網域這邊選擇呢 你所申請的那支網域 依網域自動填入 它這邊就會把憑證帶進來了喔 那接著我們只要點選安裝憑證就可以了 好那這樣我們SSL呢就已經正式啟用了喔 但SSL呢它生效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呢 不是說按下之後就可以馬上看到 所以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那到時候生效之後呢 你在網站前台應該就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鎖頭囉 那另外呢我再做個分享 我們一樣回到呢 Tools的介面 這邊我們可以找到網域的選項 我們點選網域 我們可以把這個按鈕給打開 那之後呢 透過你網站上啊 進行的連線 都會使用https的模式呢 進行連線的動作囉 好那以上呢就是如何在網上啟用 SSL憑證的方法 好那接著我們要來示範的是 WordPress的後台基本設定 我們如何前往到WordPress的後台呢 首先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網域 我們在網址後面的輸入斜線 wp1-admin 這邊呢你可以填入啊 當初在申請A2 Hosting的時候呢 我們有個別輸入自己的帳號跟密碼 那這組帳號密碼呢 就是你登入到WordPress後台的憑證 好那我們就個別輸入 好那這樣你就可以順利登入到後台囉 那接著我們來做一些基本設定 我們可以前往到左手邊 有個settings點選general 我們首先先來更改語言的部分 我們滑到下面會看到side language 我們選擇自己的語言 然後我們來選擇時區 點選儲存 那我們就會看到啊 目前語言都改成中文了 這樣會方便了後續的操作 那有關於WordPress設定項呢 還有非常的多 像是你在寫作閱讀 永久連結的設定 你都能夠調成了自己適合的模式 去進行操作 那接著我們可以點選永久連結 我們在永久連結 改成文章名稱的模式 儲存 好那以上呢就是WordPress的一些基本設定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細節項目 你都可以參考我頻道的相關教學 完成後續的動作 好那接著呢 我們會來安裝一下 Astra這款布景主題 那這款主題呢 它是輕量而且多功能的 熱銷主題 那它裡面有很多現成的版型 你可以找到呢 各式各樣的風格 去安裝跟套用 那我們稍後呢 就來做這件事情 首先我們先回到WordPress的網站呢 我們到左手邊的外掛點選布景主題 我們點選安裝布景主題 在右上角輸入Astra 好找到這款主題之後呢 可以點選安裝 好再來點選啟用 OK 好再來我們主題就安裝完畢了 那接著它會跳出一個提示啊 就是安裝Starter Timberland 就是它的初始模板 我們可以直接點選這個按鈕 進行外掛的安裝 好那接著就會進入安裝頁面 那我這邊開啟新的網頁喔 如果說你找不到剛剛的那個 賄賂版型的外掛 那一樣呢 我前往外掛 點選已安裝外掛 這邊呢你就會看到這款外掛名稱 Starter Timberland 你一樣呢 你可以複製這個文字 然後在外掛上面呢 點選安裝外掛 右上角呢 直接貼入外掛的名稱 那你就會看到啊 它有一模一樣的名稱喔 然後它的安裝起用次數 100萬次以上 而且評價非常的好 其實就是這款 那由於我剛剛點選的那個按鈕呢 它就自動幫我安裝了 那這樣呢你也可以呢 順利安裝成功 接著呢 我們再度回到剛剛這個 版型賄賂的流程喔 目前呢 ARCHR它提供三種方式 第一個呢 是使用區塊編輯的方式 跟Elementor 還有Beaver的編輯器 那我們這邊目前選擇的是 Elementor 最熱門的夜面編輯器的 版型製作方法 接著呢 我們會看到有非常多的版型喔 你可以自由做套用 它不論是 部落格 形象站 電商站 或者是線上課程網站 基本上呢 它都有 你可以在上面搜尋欄呢 直接搜尋 Freelance 那這邊呢 就會看到相關的 個人工作者的版型 那它其實有非常多種 不同的風格 那我們這次呢 要匯賂的是 這款 那你可以搜尋它的名稱 也能夠找到它 好 那我們點選之後呢 這裡面就可以看到更多這個版型 相關的完整頁面 那它不論是像 首頁大圖的區塊啦 關於我們 我能提供什麼樣的 技能跟服務等等 包括我的客戶 好跟一個評價 然後聯絡我們這樣子 這個區塊 我們稍後就可以把它 它調成比較適合 個人履歷的部分 那有現有的版型 你直接匯入 就不用從0到1呢 開始去做 網頁設計的事情 直接把現有的版型匯入呢 再做更改呢 也會比較有效率 好那我們可以點選 左手邊的 Keep and Continue 前往下一步 那這邊呢 有蠻多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更改你的色系 像我一點選的時候 它整個網站色系 就會隨之的去做變換 目前它是紅色色系 我可以讓它變成黃色色系 那你可以看哪一種呢 是比較適合你的 都可以自由的去做調整 好那我們這邊先使用它 預設的色系 那我們稍後影片也會分享 我們如何呢 找到網站配色 然後再去做更改 好那下面呢 字體的模式 那這邊字體的方法呢 稍後也會教大家 如何做個 統一的更換 那我們就先用 預設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呢 是一些聯絡資訊的方式 目前你都可以保持空白 因為我們不需要 然後下面呢 我們就把它打勾 那最後呢 是分享這個非隱私的資料 那這個我們不用選擇 就可以點選下一步 那接著就會開始進入到 版型賄賂的流程了 那這個流程呢 會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然後等到100%之後呢 它就能夠順利的安裝成功囉 好這樣我們版型就順利的 賄賂成功了 我們可以點選這個按鈕呢 看一下成品 這個是目前網站首頁 那除了首頁以外呢 它還有關於我們頁面 好包括服務項目的頁面 好然後 聯絡我們頁面 整體來說呢 這個網站版型非常的完整 所以稍後我們都能夠 透過它去做個更改 打造呢 屬於自己的 個人履歷網站 好 那接著這個章節呢 我們就要來製作 網站的Logo 那有關於網站的Logo呢 我們稍後會使用Canva 這個線上 非常強大的 平面設計軟體 你可以透過它 做非常多相關的設計 那都是直接存在雲端上 那也可以多人協作 非常的方便 那有關於Canva呢 在製作Logo上呢 也非常強大 因為它提供非常多 現成的版型呢 你可以自由的做使用 像是以目前這個範例網站的Logo呢 就是使用Canva 所製作出來的 好那我們稍後呢 會透過 這款軟體去完成這件事情 當你有好的Logo之後呢 除了可以彰顯的品牌之外 你的網站上的視覺配色呢 也可以從中去做個延伸 那也會更一致 好那我們先開啟Canva這套軟體 那Canva目前有提供30天的進階版 免費使用方案 相關的連結呢 我也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方便你前往 當你把Canva這款軟體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右上角建立設計 它這邊有非常多種格式呢 你可以選像是標誌啊 IG 甚至電子書 網站 傳單等等 都能夠在這邊建置 那我們這次要建置的是標誌 也就是Logo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頭邊的範本啊 它給你很多Logo相關的種類 你可以依照啊 你的個人履歷網站 你想要呈現什麼樣的Logo感覺 你把它呢 匯入進來 然後再從中去做一個調整 那就會呢 有你自己的風格 它的Logo非常的多種 那整體來說都還蠻有質感的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先選擇 我之前所找到的這個版型 那我目前呢 在Logo上會建議做兩種顏色 第一種呢 是深色系 深色系的話呢 當你底是白色的話 你這個深色系的Logo就可以拿來用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當你網頁的底是暗的 你是白色系的Logo的話 Logo也會比較明顯 好那我直接開個範例站的案例 那像這個就是深色系的 所以它可以配白底 好那我往下滑 我當我夜尾中深色系的話 Logo就可以用白色 那這樣它也會比較明顯 好所以我們會做兩種版本 首先第一種我們先來做深色系好了 好那這邊呢 我可以更改一下像是Logo的顏色跟它的名稱 比如說我就選擇 紫色 那下面呢 這個可以更改成英文名字 然後呢 我把它框起來 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子比較不會模糊 因為我們稍後呢 會把它再做一個 裁剪 那有關於這些字啊 你都可以依照自己的規劃 比如說你也可以更改字 或是更改它的大小 比如說可以拉小一點 或者是我這邊文字搞不好 我也想要變另外一種顏色 也是可以 那有關於Canva 它所支援的字體也非常的多 你點擊這個字體框 除了英文也有中文等等 都可以自由的做選擇 好那這個就是 第一種暗色系的Logo 好那接著呢 我直接再複製一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是做完全白色的Logo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可以讓這邊的變成是黑色的 那我針對Logo的地方 我把它改成白色 好那這樣就完成了 接著呢 我可以再做一個對齊 比如說我讓英文字 跟這個Logo是平行的 好那這樣我們兩種版本就出來了 那接著呢 當你都設計完畢之後呢 我們可以點選左上角的檔案 選擇下載 那右手邊呢 你可以自由選擇 你要匯出的格式 像是JPG、PNG等等 那我們先選PNG 我們這邊可以調整尺寸 那我這邊呢 先抓750像素 避免模糊的問題 把透明背景打開 然後你可以自由選擇 要匯出哪些頁面 那我都先匯出 點選下載就可以了 好那接著下載完畢之後呢 它這個LIP檔 你給它解壓縮之後 裡面應該就會看到兩張圖 我個別拉給大家看 那一張呢 就是白色的 那一張就是深色的Logo 那由於呢 那從Canva匯出來的Logo呢 你可能還會需要經過 射擊軟體 去做個邊線的裁切 那這樣子的話 當你把這些Logo匯到 網站上時呢 才不會因為旁邊這些空格呢 導致這個Logo變得過小啊 或者是不完整的狀態 那有關於像這個Logo的素材 裁切好的部分呢 我都製作好了 那相關的素材連結 我也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方便你當這個範例去做使用 好那我這邊先開啟 目前範例網站的媒體庫 裡面到時候你應該會找到 有兩張類似這樣的圖 這個都是裁切完畢了 它都是對準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白色的 你就直接呢 可以把它拉到媒體庫 就能夠直接做使用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透過Canva呢 打造自己網站的Logo 好那這張截呢 我們要來做的就是 挑選網站的配色 那有關於網站的配色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像是以目前這個範例站呢 它就是用紫色色系去做為範例 首先我的Logo呢 就是用一個深紫色的模式 那當我滑鼠移上去 它有個Hover的效果 它就變成是淡紫色 那你會看到我的網站呢 就是有深紫色淡紫色 甚至呢更後面的背景呢 它有個小小的不規則形狀 它是更淺的紫色 那我用紫色的模式呢 去做一整個網站的設計搭配 就會看起來比較一致 關於配色的產生啊 其實目前已經有很多相關的軟體 你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那首先有一款叫做Color Hunt 那這款軟體呢 我在之前的自駕網站系列的影片 也有分享過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網站呢 去找到你喜歡的配色 那我們這次呢 要分享的不一樣的 就是使用Adobe Color呢 這款 一樣是線上配色軟體 那我認為呢 它在做數據上的分析啊 其實都會建議的蠻不錯的 好像我可以拖選圓圈 它就會自動給我相關的配色 那整體來說 它也不會給我一個很奇怪的顏色 它都是還蠻和諧 所以我個人也是蠻喜歡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 讓這幾個圈都更往外移的話 它其實它相關的色相呢 就會差的比較多 那我想要讓它近一點的話 我只要讓這圓圈是比較靠近的就可以了 那我想要讓這顏色深一點 我就往後拉這樣子 它有很多種玩法 那當然它左手邊呢 也有其他選項 比如說我可以用單色 或是三圓圈補色 有非常多種配色選擇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啊 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那下面的話 它有相關的色碼 你都可以直接複製做使用 當你找到呢 自己喜愛的配色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些色碼給記錄下來 因為我們稍後呢 都會用到 那當你把 網站配色都選擇完了之後呢 接著這個章節 我們就要來做設計系統的建立 所謂設計系統呢 就是讓你的網站啊 它不論是在字體 字集 或者是顏色上呢 都能夠是有一些規矩的 當你把這些基本的都建立好之後 你之後在做網頁設計上的 也會比較容易 首先我們可以前往到網站後台 我們點選astra 點選制定 進來之後呢 左手邊呢 就是astra的一些設定選項 那它有非常多種 那目前呢 我們是使用基礎版的 那我們稍後呢 會講作品級功能呢 才會使用到astra進階版 好首先我們可以先點選 全域的部分 在排版樣式裡面 這邊呢 它有一些預設計 那通常我是不太會去按的 我會從下面的去做選擇 基本字體 內文字型的部分 你可以打開 字體系列 它有非常多種 那通常呢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麼選 你可以呢 找到notosensitc 就是 思願黑體 那當然呢 它還有其他的字體呢 你都可以再去玩玩看 好那這個是內文的部分 像是這些小文字描述 或者是 像這樣的東西 好那由於呢 這個目前的範例頁面呢 是用elementor所編輯 所以你可能會看不出它的變化 但也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先把基礎的設計系統 給建立起來 之後你會比較好作業 文字出眾 由於它是內文 我們就維持400就好 那大小16 是OK的 或者是17 18也可以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好那標題字體 由於標題呢 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我們當然先把字體呢 都先統一起來 好我之後呢 都會使用notosensitc 所以我可以先直接複製 然後我用700的方式 去呈現字體 所以我這邊就忽然做了變化了 因為它是連動的 那下面呢 可以做航高啊 跟航距的調整 再來呢 我們針對h1字型呢 我們去做調整 那這邊呢 它會繼承上面的元素 也就是我標題的元素 所以我倒是不用再額外做變動 唯一可能要更改的 就是h1它的大小 目前它是抓96 可能是有點太大了 那64 你可以找到一個 你認為比較適合的 但這些後面都能夠再更改 所以倒是還好 好那下面呢 h2它是用48 然後再來用32 那所謂h1到h6呢 就是標題的部分 它有分為這些數字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接著我們回到上一層 選擇色彩 那這個是全域調色盤 就是你可以把常用的色票呢 在這邊去做建立 但是因為Aztra它本身只有預設幾種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呢 更改不僅主題的色彩 那首先我要更換的就是強調色的部分 這邊目前我有兩個藍色 那我可以把它更換成呢 我品牌主視覺的顏色 那我是使用紫色的方式 那當然呢 如果你用剛剛的配色軟體 你應該也會有自己喜愛的顏色 那你都能夠在這邊去做更改 那我就統一做個更換 好那這邊呢 是文字連結的顏色 它是用偏黑色的感覺 那我們就沿用就好 那內文文字就沿用 那框線呢是淡灰色 那背景的顏色我都先維持 那再來我們可以調整一下內容容器 那所謂的內容容器呢 就是你的網站啊 它大概是要多寬 比如說以這個網站 它可能安全距離呢 或許是這麼寬 那你都可以在這邊呢 去做相關的寬度調整 或者是版面的更改 稍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呢我們目前可以針對 像拍板樣式跟色彩 還有像按鈕的顏色 我們先做個視覺的統一喔 好那接著這邊呢 我一樣可以更改成紫色 好那按鈕的字型 我們也可以更改一下 把它改成濕原黑體 好那這樣按鈕的部分 就更改完成了 接著呢這邊有一個 回到頂端的功能 把它打開 那我們就看到呢 你網站的右下角呢 會多出一個這個工具 點選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滑到頂端 那你也可以更改它設計 就是圖示的顏色 你可以自由的做發揮喔 比如說我也把它改成紫色 好那再來我們點選 Design之後呢 會看到圖示顏色跟背景顏色 如果目前是黑色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你品牌的顏色 那我換成紫色試試看 好感覺還蠻不錯的 那有關於主題部分的 設計系統 也就是顏色啊 字體這些 我們都設定完畢了 那我們就可以點選發布 OK那這個就是我們第一階段 拿在主題這個地方 去做樣式的更改 但由於呢 Wordpress 網站的建置呢 我們除了主題的顏色之外呢 我們同時也要考慮到 有頁面編輯器的顏色 所以呢 我們稍後會來同意一下 頁面編輯器的視覺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針對頁面編輯器呢 也就是 我們在編輯網頁的時候 會使用到的一個建構器 我們編輯它的視覺 首先我們可以回到網站後台 然後我們呢 點選頁面 這邊呢 可以先從任何一個頁面進去都可以 我使用 Elementor 編輯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看到啊 目前我們的網站首頁已經進入一個可以編輯的狀態 當你點選了之後呢 其他左手邊都會有對應的設定項或文字 你可以直接去更改 那它是一個所見即所得的方式喔 就是你左手邊的設定 右手邊可以直接看到原貌 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如何編輯 稍後會再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可以呢 先做這個設計系統的調整 所以我們首先先點選左上角 然後我們點選網站設定 這個時候呢會進入到一個全站式的通用設定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可以先更改顏色 我們可以選擇 Global Colors 目前上面有一個是系統 它所給予的四種顏色喔 一個是Permary Secondary Tex 跟Essan 那下面呢就是客製的顏色 通常我比較習慣從下面去建立自己的色系喔 好那我們這邊呢 就能夠個別把你喜愛會常用的色票呢 都先建立進來 那之後呢當你在做頁面編輯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拿來套用囉 好那我們就陸續的完成它 好那我這邊呢 建立了非常多的色嘛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直接參考 然後套用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呢所做的事情 就是我把每個色票呢 去做名稱的分類 像是類黑色 就是有點靠近黑色 然後我的網站主色系是什麼顏色 包括白色 淡灰色 主色系 我有分為123跟0這樣子 然後文字顏色是什麼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全戰式顏色就設定完畢了 那你如何再去新增顏色呢 跟大家補充一下 你只要點選下面的新增按鈕 更改文字 更改顏色就可以了 那如果要刪除 你就點這個按鈕 刪掉 那它這個部分呢 都能夠做拖曳的排序喔 好完成後呢 就可以點下方的更新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回到上一頁 我們顏色改完了之後呢 接著可以改全域字型 選擇之後呢 它目前也分為四種基本的種類 首先我們先選擇第一種 字型系列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統一也改成 詩緣黑體 那它右手邊呢 你也會看到啊 你更改完之後 它會在右手邊直接反映出來讓你看 接著我再改第二個 一樣我都先把字體先做一個統一 好 這樣我就更改完畢囉 完成之後呢 我就點更新 那接著下面有排版樣式 可以選擇 那裡面呢 它同樣分為像主體 就是主要文字的部分 跟H1到H6 跟剛剛是有點像的喔 那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 排版樣式 也就是文字上的設定 那字型的部分呢 它是使用預設值 那所謂的預設值呢 應該是 它剛剛呢 就會直接 吃到 我們剛所設定這個 全域字型的部分 又或者是說呢 它會套用呢 不僅主題的 這個字型跟出眾都有可能 那如果說你不確定的話呢 都能夠在這邊再綁定一次 你要的字體 好那這邊我都先維持 預設值 那下面就是按鈕的設定 我們也可以確認一下 那這邊我都先讓它維持 預設就可以了 那完成後呢 我就點選下面的更新 好那我可以點選 上面的XX 那這樣子呢 它就會回到我們剛剛所看到這個 編輯狀態了 那同時呢 我們也把 頁面編輯器 也就是Elementor這邊的設定 給完畢了 好那這邊呢 有個小地方去做個提醒 首先我們可以先回到 網站後台 我們選擇 Elementor點選設定 這個地方呢 我們會看到 停用預設顏色 跟停用預設字型 那它的意思呢 就是它會關閉 Elementor的相關 顏色跟字型的設定 會使用布景主題 好雖然如此的話 但我個人通常呢 還是會在Elementor 再做一個設定 避免呢 會出現不一致的情況 但通常 頁面編輯器跟主題 你只要選擇一個呢 去做使用就OK了 好所以呢 我會把這兩個打勾 然後就進行儲存就可以了 那以上呢就是網站設計系統的建立喔 好 那接著這個章節 我們要來更改一下 網站頁手的部分 那所謂網站頁手呢 我們會分為像是有Logo啊 跟選單的部分 好那我們稍後呢 都會做一個更改 一樣我們可以先前往 Wordpress後台 然後我們在 Oxtra裡面 可以點選自訂 好當你進入編輯模式之後呢 我們滑鼠一上去啊 在頁手的地方 你應該會看到相對應的功能 那首先第一步呢我們可以先更改 它的Logo 好那我們點選Logo 它會進入到 透明夜守的地方 那有關於夜守呢 Oxtra它有分為 一般夜守跟透明夜守 那透明夜守其實顧名思義呢 就是它後面背景是透明的 好那像目前這個 右手邊的頁面 它就是使用了透明夜守的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更改Logo的話呢 要到對的地方才改得了 好那我們在標誌這邊呢 我們直接更換圖片 好那我們可以選擇媒體庫 你就看到目前啊都是剛所匯入版型所給予的圖喔 那我們這邊可以把Logo給上傳上去 當我們上傳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 點選右下角選取圖片 這樣我們Logo就更換了 但我們會看到啊 目前這個Logo太大了 所以我們可以呢 在下面寬度的地方呢 我們做個設定 這邊大家可以抓一個 你認為比較適合的尺寸 那我可能暫時用80這樣子 那有關於透明夜守其實是還有很多設定項 你點選Design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很多相關的設定 比如說是選單顏色啊 直選單顏色等等 那由於目前呢 我們是有做Axtra基本設計的更改 所以他自動呢就幫我們換了顏色 所以這樣的話 我在這邊就不用額外做設定 就會比較方便 好但如果你想要去更改這邊的顏色 可不可以呢 也是OK的喔 我們這邊比如說 我拉一個紅色好了 看我們這邊就直接更換了 他會自己去判斷 那這邊呢想要復原就點這個復原的icon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就可以找到你主要想要更改的項目 去改他的顏色就好 那他後面呢有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呢其實就是鼠標戰流 就是當你滑鼠移上去的時候呢 他所呈現的顏色喔 大概目前主要是這樣的 那我們接著可以回到上一層 那上一層的話呢 可以看到啊 我們剛剛所編輯的是透明夜守 那其實Axtra呢他有分為 像是網站標題跟標誌 那這個部分你會看到這是原來的logo 但由於呢我們目前是使用透明夜守 所以這個地方他也偵測不到 但如果你要保險起見的話呢 倒也是可以一起更換一下 我可以點選下面的略過採檢 然後寬度的話一樣抓80 大概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這邊還是屬於透明夜守的部分 好那下面還有相關的設定呢 都可以自己的去做更改 好完成後我們可以先點選發布 接著下一步驟呢 我們來更改一下網站的標題 那有關於Wordpress網站標題的地方呢 你可以再設定點選一般 好那由於我們剛把版型匯錄了之後呢 他是套用版型的名稱 那這邊呢你都可以自己的去命名 我先用這邊呢就先用範例網站 作為代替就好了 那下面這塊呢是網站的slogan 完成後就點選下面的儲存設定 那這樣我們的網站呢 的標題就更改完畢了 好那下一階段呢 我們想要來更改的是 像網站夜守的部分 由於目前呢 版型主要都是英文字喔 那我們想要把它改成中文 所以我們可以先回到網站後台 然後我前往頁面 那目前呢都是英文頁面 所以我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那這樣呢前台選單就會自動呢 做一個更換 好那我們就陸續完成 那有關於編輯這個名稱比較快的方法 你可以點選快速編輯 在標題這邊呢直接輸入 完成後就可以點選更新 那下面呢也就是以此類推 那大家都可以自行的完成 好那這樣就命名完成囉 那其實命名呢 只要把它英文呢 對應翻成中文 其實就可以了 但你也可以點選這個 這個檢視頁面啦 你看這個頁面比較適合呢 你拿來當作什麼樣的類型 去做命名 可以自己再做判斷 那當我們都命名完畢了之後呢 先前往到外觀 點選選單 目前選單架構啊 預設是一個命 就是主選單的意思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也可以點選上面這個建立選單 自己建立一份就可以了 然後呢 裡面呢就是你目前的選單架構 如果你想要再增加頁面的話 其實你只要在左手邊這邊啊 也可以點選檢視全部 那把你想要的頁面呢 點選新增製選單 把它放進來就可以了 好那比如說我又多放了一個首頁 那這些選單呢 都能夠用拖曳的方式呢 去做排序這樣子 好當然如果你要刪除的話呢 就點下面的移除就好了 完成後點儲存 好我們除了頁面以外呢 你也可以把文章啊 制定連結或者是分類啊 放進來到選單 都是沒有問題的喔 Wordpress的選單能力還蠻強大的 好那再來我們就回到 網站前台去看一下畫面 我們會看到啊 目前它就是 我們的logo跟選單的部分 都改成中文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要讓選單呢 我希望是在中間去呈現它 所以一樣我們可以先回到astra的編輯區 那我們可以呢 滑鼠移上去這邊有看到一支筆 那我們點選了之後呢 你會看到其實它下面它有分成三層 那astra呢它針對夜守啊 它分為上中下層 那目前主要的工具都是在中間這一層 當然我也可以在上面這一層呢 我點選加號 我也可以放入一些小工具 好比如說我點選帳號 最上面這一層呢就跑出來了 好當然我可以在中間也可以加東西 或者是在右手邊等等 你都可以自行做發揮 那不要的話你就點選移除就好 它就回到正常的階段 好那我們現在要針對的是中間這一層 所以我們可以點選中間這層有一個齒輪 好那接著你就看到這個欄位 中間欄位的設定項 比如說像你的高度要多少 目前它是抓70 你也可以往下增加 夜守就會比較高這樣子 好那這邊有design 你可以更換它的 譬如說間距 目前是12 我可以讓它變成上是30 或者是40等等 去做設定 那當然你可以反映的去看 這邊有沒有做更改 有更改的話呢 代表這個值設定呢 可能才會是有效果的 包括你也可以更換背景顏色等等 可是由於我們目前使用的是 透明夜守 所以透明夜守你必須要到 透明夜守這個欄位 定選Design 你才有辦法去做更換 比如說我就可以在透明夜守這邊 更換我的背景色這樣子 那通常既然叫透明夜守 都不太會有顏色 我們就讓它維持預設就OK了 我只是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而我們的夜守編輯器它的欄位都能夠在做樣式的調整 好那接著我們可以回到最上層的地方 好那接著我們再度來到中間這個欄位 我們可以把夜守拉到中間的區塊 那它就會在中間的方式呈現了 就會跟我們目前範例網站的呈現模式一樣 我只是把這個夜守拉到中間而已 好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處理的事情 其實就是像是右手邊這張圖 它跟文字顏色有點重疊了 所以我們稍後這張圖也會換掉 跟包括夜守跟這邊的文字距離 我們也會再往下推一點 不至於會這麼近 那這樣夜守就會變得更完整 好那有關於Astral 它也支援響音室 我們可以點選左下角 點選了之後會看到 這個是平板的呈現方式 好那接著我們可以點選 右上角這個漢堡鈕 它也可以展開 去把直選單給呈現出來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 目前它Hover上去的顏色 是藍色的 其實跟我們視覺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做個更改 我們只要點選這支筆 它就自己做切換 可是它來到的位置 是主要選單的地方 這時候我們可能要先回到透明夜守 點選Design 在這邊我們會看到 選單色彩文字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改成了 我們常用的色票顏色 好那這樣當我們點擊之後 就會看到它顏色已經更改 好那我們再度回到 像剛剛的切換按鈕的地方 我點選 好那我們會看到 切換按鈕就在這個地方 可以出現 那它也支援一些樣式 比如說是選單2 跟這樣的模式 你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那這樣的話 你可能相對 你要去更改它的顏色 會比較一致 那這邊有Design 你可以更改 圖式顏色跟背景顏色 跟尺寸 比如說我可以把它拉大一點 好它就會變大 或者是我讓它還原 好跟下面的這些 間距的地方 那最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手機版的呈現 這是目前手機版 那如果手機版 你想要讓網站的 業手的高度 變得更小 那你也可以點選 之後呢 去高度呢 做相關的設定 好那目前看起來 是還OK的 所以我就不更改它了 那最後呢 你可以回到網站 電腦版這邊 看一下是否OK 好那我想再做一個設定 就是我想讓業手這邊呢 的文字重量呢 可以厚一點 我可以到字型這個地方 文字重量 試試看500 這樣感覺還差不多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業手的部分 從電腦啊 平板手機 到選單啊 的調整 LOGO的調整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可以點選 發布 發布完畢之後呢 我們回到網站前台 刷新這個頁面 好那這就是我們業手呢 所調整出來的感覺 好那讓我們的業手部分呢 就暫時告一段落囉 那這張節呢 我們就要來製作 網站業尾的部分 首先我們可以先滑到 範例站的最尾端 有關於業尾啊 目前它主要分成了兩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呢 是立即開始 與我們聯絡 那我們稍後呢 會用版型 現成的 來做個調整 那下面呢 就是實際業尾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首先我們可以先前往到 後台 我們在外觀這邊會看到 Elemental Header and Filter Builder 點選之後呢 會看到一個Footer 那這個是呢 Astra版型匯入了之後呢 所帶的這個區塊 那我們可以使用 Elemental編輯 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啊 這是目前版型 所呈現的東西 首先呢 我們可以先點斷 再來我們可以到樣式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圖片 那有關於圖片的話 你都可以自由的做更換 好那我們這邊要換圖片的方式呢 其實你只要點擊之後 我們可以把相關會用到的圖片呢 直接拉上來 做個上傳 那有關於這個圖片範例跟素材 我都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方便使用 好都上傳完畢之後 我們找到 要使用的圖片 點選選取 那圖片就會自動做更換 那這個時候呢 由於上面有文字啊 加上背景它比較亮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 Elemental 它有個背景覆蓋的能力 在背景覆蓋 點選這個經典 這邊可以放上你要的色彩 比如說我蓋一層淡淡的黑色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調整透明度 比如說可以調整0.7或0.8 你可以看哪一個比較適合 那接著我們就來更改一下中間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話我先參考原來的文案 那我點選要編輯文字的地方呢 我直接在右手邊貼上新的文字 那再來中間這個區塊呢 目前暫時用不到 所以呢我要刪掉 我可以點選右鍵 點選刪除就可以了 那下面按鈕的部分呢 我可以更改一下它的名稱 那有關於圖示的部分 也可以自行的添加 點選圖示庫 那我們輸入關鍵字 它圖示庫資源非常多種 你都可以選擇看哪一個 比較適合自己的 好那再來我們要更改就是 按鈕滑上去的顏色 跟它預設的顏色 順目可以點選樣式 然後我們在文字顏色的地方呢 我們先改成白色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來更改按鈕的背景顏色 我可以點選色彩 然後在Google Color 找到剛剛所設定的主色系 好那我們會看到它目前有個邊線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你就選擇無就可以了 它就不會有邊線了 那接著我可以調整這個按鈕的大小 我們在冰框間鋸這邊 可以先解除綁定 然後我們可以讓按鈕變成大一點 好OK 那它可以調整上下左右的內鋸 你就可以自己做調整 好當你滑鼠一上去的時候呢 它有個鼠標佔流 那目前是用藍色 我們可以換一個 淺色的顏色 那它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喔 好那接著我們可以把裡面的文字給放大 點選這支筆 我在尺寸的地方先暫定為16好了 或者是也可以更大都沒有關係 好那這樣我們按鈕的基本設定 大致上就完成了喔 接著我們可以讓這個文字呢 給它置中 所以我先點選上面的文字 這邊有個對齊 點選置中 那下面呢 按鈕的部分 一樣我可以點選對齊 讓它置中就可以了 好那接著我再讓它的文字 跟按鈕這邊呢 去做一點間隔 所以我可以先點選標題 然後到進階這個地方 這邊有邊框間距 我可以先解除綁定 然後在下面呢 我推30的距離出來 那這樣按鈕跟文字 就會有一些區隔了 那有關於左手邊的面板呢 我也可以把它縮起來 我可以看完整的樣貌 好那再來我們針對 最上層的這個區塊 也就是斷的地方呢 我們在點樣式這個地方 背景覆蓋 那目前呢是用黑色的 我們可以換一點 帶有紫色的感覺 這樣會比較融為一體 我直接貼上色嘛 然後就帶點紫色的感覺了 再來呢我們可以更改段 也就是最外層的內距跟外距 我們可以點選進階 目前的邊框間距呢 上面是160 我可以讓上面小一點 變成120 然後下面呢可以設定為90 那整體的區塊呢 就不會是這麼的大 那有關於呢 右手邊這個導覽器啊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打開的話呢 你可以點選左下角 這邊有個icon 導覽器 它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那它會呢幫你去 把目前網站上的架構都羅列出來 你點擊之後呢 就可以來到指定的位置 它算是一個小工具 方便你操作 好當你都設定完畢之後呢 你可以點選下方的更新 這時候你再回到網站前台 好我們刷新一下 目前正在製作的頁面 好我們往下滑到指定的位置 就會看到啊目前這個 頁尾啊 的其中一塊 它已經正式完成了喔 好那這個區塊呢 基本上它是套用在整個網站的最底部 所以你就算是在關於我們這個頁面 其實你也會看到這一塊 然後跟服務項目 你也會看到這一塊 它是共用的 好那為什麼它會共用呢 我們再度回到後台它的外觀 Elemental Header and Foot Builder 由於它這邊可以做這個 顯示條件的設定 它目前是在整個網站顯示 所以呢它才會呢 在任何的頁面就會出現 那這個條件呢 是能夠做設定的 好那就可以點進去呢 再做編輯 好那這個操作就比較細一點了 有機會大家也可以再玩玩看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頁尾的 第一個區塊 已經順利的搞定了 那接著這個章節呢 我們來製作業尾的第二區塊 我們這次要製作的呢 就是把業尾的logo更換 然後相關的文案呢 我們做個調整 然後最後放上社群的部分 好那有關於網站的業尾要如何編輯呢 我們一樣呢 可以先回到目前正在開發的這個網站 然後我們在制定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直接點選 好那我們接著往下滑 我們會看到啊 在業尾這地方呢 有一支筆可以點擊 我們就進入到業尾區塊 好那這個業尾部分呢 可以跟大家簡單做個說明 那它是Astra系列的功能 你可以自由的切換欄位數量 比如說目前它是四欄 你可以把它改成兩欄 然後或者是三欄等等 好那由於呢 我剛才已經把這個部分呢 給切換掉了 所以這東西不見了 那我就先不要點選發佈就可以了 我直接再按一次刷新頁面 那這樣指定的地方呢 它也是存在的 所以當你點選更新的之後呢 它才會正式的被覆蓋 好那我們這邊呢 先來更換一下logo logo的地方呢 我們會看到它是使用 比較新式的方式 就是區塊編輯器 我個人使用上 還不是特別的習慣喔 那加上呢 我覺得傳統小工具 目前還是有它的價值上 所以呢我們可以先把 這邊的編輯方式呢 改成傳統小工具 這樣的話呢 你在後續做這邊的設定 會比較簡單 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可以直接前往到網站後台 我們在外掛這邊點選安裝外掛 好我們在右上角這邊輸入 classic widgets 好找到這款工具之後呢 點立即安裝 再來點選啟用 那接著呢我們再來到 Wordpress後台的外觀點選小工具 我們就會看到啊 它原來的模式已經更改了 它現在變成是傳統小工具的方式 如果你沒有安裝剛剛那款外掛 你看到的介面應該會跟我不一樣 那目前呢這個傳統式的介面 是我比較喜歡的 等未來區塊編輯器啊 在更成熟的部分呢 可能我會再考慮導入進來 再跟大家做個分享 由於我們從原來的編輯器 轉成傳統編輯器 所以它有些呢都會跑掉 好像這邊就變成區塊 用不到都可以先把它刪掉 到時候呢再把它叫進來就可以了 那我就先保留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主要看到的是 業圍的部分 這邊有Footer Builder Widgets 1 等於說第1區塊第2第3 它其實對應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設定啊 這個是網站業圍 然後它有分為第1第2第3第4 它大概是這樣的對應 就是你在第1區塊放的東西 在第2區塊 然後在剛剛這個網站的第1區塊 它就會呈現 它是對應的 那接著我們先來編輯第1區塊的內容 所以說我們可以先刷新一下 目前Astra它這個編輯頁面 那你就會看到啊 剛剛這個介面呢 就會長得不一樣 我們先刷新 我們再度往下滑 我們到指定的位置 點選Logo 我們就看到啊 它其實已經變成是另外一種小工具的方式 這邊我都可以自由把小工具拉進來 比如說我甚至可以放一些近期文章 然後可以顯示這個網站的文章數量 但由於呢 目前這個網站上是沒有放文章案例的 所以它應該是不會顯示的 那圖片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自己做更改 比如說我可以點選更換圖片 那我在下方的話 由於我等一下會做暗色系的背景 所以說我這邊建議呢 可以選擇白色的Logo 這樣比較看得清楚 那接著呢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啊 就是這個Logo 其實是有點太大了 如果遇到這個問題 基本上有幾個解法 第一個呢 你就是把Logo 做比較小的尺寸 那第二種呢 就是用簡單的程式碼 去做調整 如果你的Logo本身就比較小 所以就可能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但如果是用像這樣比較大的話呢 我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把這個圖片工具移除 那我們新增一個工具 它叫做文字工具 你可以點選之後 標題的話 我們就先控制 我們可以點選新增媒體 把剛剛白色的Logo加進來 好 那這個地方 它其實已經有把Logo套入進來了 只是因為是白色 所以你看不到 那你點選文字的部分呢 它就會把程式碼帶出來 這個背後 它其實就是這串程式碼 那我就可以更改它的Widgets 也就是它的寬度 直接調整 那其實它右手邊 就會相對應的更換 那這個就是Logo的寬度跟高度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裡面的數值 那其他的部分 就不要動到就可以了 好那我這邊呢 就先暫時這樣抓就好了 那完成後 我可以先點選發布 那我第一個區塊呢 就搞定了 接著我要設定的是 第二區塊 就是把這邊的文案做個更改 一樣我可以點選這支筆 那它使用的工具是HTML1 我在這邊更改內文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也有支援一些 像是編輯的功能 比如說像是 字左、字右、加粗鞋體 或是文字顏色、背景顏色等等 都可以自己再做更改 那再來呢 我們改第三個區塊 就是Widges2 那目前它也是使用一個文字工具 那我們就對應把它改成中文就好 那再來呢 我們要改的第四區塊 是icon 好我們點選icon之後呢 會看到啊 它這邊有像FB、Twitter等等 你都可以自由呢 比如說不要就按X就好 那或者是你不想讓它顯示 就按這個眼睛 然後它就會隱藏 這邊呢 也能加入自己喜歡的社群 它有非常的多喔 那下面呢 就是對齊的方式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Design 就是設定顏色 那目前是藍色 是原來版型的顏色 我們可以更換一下 比如說我更換成 淡紫色 當我滑上去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它已經做顏色的變換 這邊你都可以自由做調整 那包括你也可以更改一下 圖示的尺寸 跟間距 然後下面可以更改它的半徑等等 那我們這樣四個區塊呢 就順利搞定囉 接著我們可以點選 頁尾啊 上面有一個外層的區塊 它是主要頁尾的部分 這邊剛剛我跟大家介紹過 它是你可以設定欄位數量 可以四個三個或等等 那這邊你可以設定排版樣子 好那我就先回到預設值就好 然後這邊可以點選Design 有關於邊框間距 也就是上方跟下方的位置 我們可以讓它縮小一點 看起來比較不會這麼的大 那我第一個區塊呢 就調整完畢囉 接著我們可以再看到 頁尾的第二個區塊 其實也就是 最下方的這個區塊 它目前放了兩個元素 一個是Copyright 就是版權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Power By 那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可以把它刪掉 倒是不用 那關於下方頁尾呢 我目前先讓它使用 一個欄位去呈現就好 然後我讓它對齊的方式 先用中間 那再來呢 我可以點選Copyright 也就是這個 著作權聲明的工具 它裡面有些預設的文字喔 像是這邊它會自動帶年份 跟自動帶網站名稱 所以呢 它會連動你的基本設定 那我就暫時先維持 當然如果你要更改也是可以 在這邊去做調整就好 那對齊方式呢 我就讓它置中就搞定了 好那接著我可以點選Design 它可以調整你的文字大小 跟邊界等等 好那這邊我就先維持預設設定 完成之後呢 你就可以點選發布 接著我們再回到網站前台 我刷新一下這個頁面 那我們的頁尾 第二個區塊 就順利搞定囉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一個完整的頁尾 我們也把它製作的差不多了 那接著這一張點呢 我們要來針對 Elementor 這款頁面編輯器 做更深層的了解 那我稍後呢 會展示一些Elementor呢 它實際編輯的技巧 幫助大家更快上手 首先我們可以先回到 WordPress的後台 我們到頁面點選全部頁面 這邊我們新增一個頁面做範例 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每個頁面上面 都有一個使用Elementor編輯 我們點選按鈕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頁面就能夠套用編輯器的能力了 有關於Elementor呢 它左上角有一個九宮格 裡面有非常多的工具 你可以做使用 目前呢 是有一些是開放的 至於專業版的部分呢 會需要透過升級才有辦法使用 那有關於Elementor Pro呢 我在全歌網站的YT頻道 你只要搜尋關鍵字Elementor 應該就會看到 非常多相關的教學 不論是從外掛的介紹 或者是擴充軟體 甚至使用Elementor做一些 影片背景的特殊效果 在這邊都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教學 好 那我們再度回來 我們稍後會使用到的是 Elementor基礎版的能力 就可以做網頁的製作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很多工具 都可以直接拖曳到左邊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做一個標題 我就把它拉到畫面上 那它就自己出現了 那Elementor呢 它主要分為內容、樣式跟進階 內容的部分 你可以更改 像是標題名稱 那它每個內容的欄位都不太一樣 會依照這個工具而定 我也可以讓它置中和置左 那樣式的部分 我當然可以調整這個文字的大小 甚至我可以調整它的重量 包括航高、字元間距等等 都能夠做調整 那當然呢 我也可以更改這個文字的顏色 再來看到進階的部分呢 它有邊界跟邊框間距 這個部分可以調整 元素的相對距離 比如說我想讓它間距變得寬一點 就可以在上面加上30 下面加上30 等等 就能夠做一些調整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再度點選九光格 還有非常多的工具 像是我可以拖曳圖片 選擇我想要的圖片擺進去 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還有非常多的工具 大家都可以自行的玩玩看 包括還有像圖示方框的能力 我除了一欄以外呢 我也可以再去增加 我點選右鍵 點選再次 它就變兩欄 好 那有關於 Elementor 它其實分為最上層 像是container 然後跟內層元素等等 那我們可以點選下方的加號 就會看到它的佈局樣式 那目前所呈現的是 Flexbox的編輯方式 那如果說你對這樣編輯方式 不是很熟悉的話 你也可以呢 更改成原來的模式 那如何做編輯方式的調整呢 一樣可以先回到後台 我們點選控制台 再來呢 我們到 Elementor 前往工具 再來呢 我們前往左手邊的 Elementor 點選設定 點選 Futures 這邊呢就是 Elementor 一些相關的能力 你可以判斷呢 是否要開啟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先找到 Flexbox container的能力 目前它是打開的 所以你在編輯模式呢 就會是新的模式 好 那如果你想還原成舊版的話 就是讓它選擇先關閉 好 然後它這個綠色按鈕就會取消了 那代表是目前沒有啟用的狀態 接著再度回到剛剛的編輯方式 好 我們只要刷新一下這個頁面 然後我們再度點擊這個方框 點選加號 就會看到啊 它的編輯模式已經變成 舊版的模式 那舊版的模式跟新版的 Flexbox container 兩種都不錯 你都可以依自己的需求 決定喜歡使用哪一種編輯 那我們目前的教學呢 會先使用原來的方式做教學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新增一個 是三欄的區塊 我直接點選三欄就可以了 那我們看到這邊就自動切出三個欄位 那我就可以個別呢 把三個欄位呢 放入不同的東西 那當然呢 Elementor它本身的結構呢 是分成段 欄跟元素 那段的話其實就是最上層的地方 欄呢就是看你一個段裡面有幾欄 目前是三欄的形式 再來每個欄呢 你放了多少個元素 大概是會這樣的呈現喔 那有關於Elementor呢 它也可以讓你很快速的編輯響音式 你可以點選左下角的響音模式之後呢 你會看到上方呢 就會多出了幾個按鈕可以切換 它分別是像手機 平板 電腦 你都能夠各自做它的數值調整 那它是獨立開來的 所以你就能夠做響音式的設定 再來我們看一下下面 它有個資料夾 資料夾的部分呢 Elementor它基礎版有提供一些相關的小工具 你可以直接點插入就能夠使用了 有些上面是有寫Pro 代表說你會需要使用進階版才能夠用 好那有關於Elementor Pro進階版的前網連結呢 我也會放在下方資訊欄方便你前往 再來我們看一下頁面 頁面的部分也是一樣 它有提供一些基礎版就可以直接套用 右上角有Pro 就是進階版才有辦法去使用的 Elementor它也支援你可以存一些自己的版型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頁面上 自由的去做套用這樣子 再來我們分享一些編輯的小技巧 比如說這些欄的部分 你都可以點選拖曳 讓它去自動的換位置 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每個欄裡面其實你都可以加上更多元素 它很像積木一樣喔 它是可以堆疊起來的 OK 然後當然每個裡面的設定數值都是不一樣 你都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然後調整樣式 比如說這個收割容器 我想要讓它更多的功能 我都可以在這邊的自由的做設定 那有關於上面的這層段呢 我也可以點選它 點選右鍵 然後點再次 它就會再複製一份 那我用不到的東西呢 我都可以點XX刪除 比如說目前是三欄 如果我用不到這一欄 我在這個區塊點選右鍵 點選刪除 它就會變成兩欄的模式 那它這邊的段落 你都可以自行再去做行貞 那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以上就是Elementor 簡單的編輯介紹 那我們稍後會實際使用 網站首頁 做一個實戰教學喔 好那這一章節 我們開始來製作網站首頁 那我們會使用Elementor 把目前現有的版型呢 我們會把它改成呢 就是比較符合 目前的自己 所需要的這個版型型態 那我們會用這個模式呢 去做範例介紹 首先呢我們可以先前往到目前 所編輯的這個頁面 網站首頁的地方 我們點選上方的使用Elementor編輯 好接著我們就實際進入編輯模式了 好那接著我們就從上到下 去做一個樣式的調整 首先我可以先把 左下角的導覽器給打開 然後我點選最上面的段 那我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先把段展開 我看目前它的架構是如何 它目前呢是分為有一個藍在中間 然後這邊放了標題 跟內容編輯器圖示 下面呢放了按鈕的部分 那它段裡面應該用了一張背景圖 它是放在右邊 那背景圖我們如何找呢 我們到段這邊切換到樣式 我們可以看一下背景覆蓋 那果然看到有一張圖是對應的 它放在右手邊 那我這邊呢希望是說把這張圖拿掉呢 我放一個像這樣的實際人物上去 它是一個實際的圖片 等於說它就不是用背景的方式 然後架構大概會長這樣子 好所以我就個別調整 首先我先回來到目前編輯的狀態 我點一下這個垃圾桶 我把右邊的這個背景圖給拿掉 不需要背景覆蓋 所以我把背景覆蓋給取消 然後回到背景的顏色 目前呢它是用漸層的中間的方式呢 去做個白色跟藍色的漸層 好那當然我可以拖曳一下 我就可以看出它的差異性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當然我可以換漸層的顏色 當然我們目前的樣式呢 是不用漸層說把它取消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這邊更改它的數值就可以 它也可以切換角度 也是蠻有趣的 你可以找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呈現方式 好那我們這邊先用單一顏色做範例 那這邊的話呢 我會加上一個 符合視覺的素材 像我是用這個不規則形狀放上去 那這個素材圖呢 我也會放在下方連結 好那我直接擺上去 它大概會是這樣子 有關於這個右手邊的素材圖 我都可以去調整它的位置 位置的部分呢 我可以選擇自訂 或者是至中啊 然後上中等等 你可以自由選擇 比如說我可以把它再拉過來一點 甚至呢我可以讓這個圖片放大 它這邊可以設定尺寸 我先讓它用Full 就是全版展示的方式 那有關於調整圖片尺寸 這邊有個Display Size 它目前是使用完全放置 我也可以選擇自訂 那我就可以去設定它的寬度 那我選擇Pixel 比如說我先設定成300 它就是300pixel 大概這麼大 那我先用1200 那它就會放成更大 它這邊還有一些相對比例 都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好比如說我先暫時用這樣子 再來呢我們來更改裡面的這個架構 目前裡面架構是一欄 我想把它切成兩個欄 左邊文字右邊是圖 所以呢我可以先點這邊的欄 然後我直接點下右鍵 這邊有個新增欄位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我就是把圖擺進去 我可以點下左上角的九宮格 我把圖片呢直接拉進來 那就有個圖片的形狀 接著我點選圖片 我把相關的人物圖片給放進來 點選右下角的選取 好那就搞定囉 就放進來了 好那接著我們可以更改一下文案的部分 我們最後呢再做一個微調 好文案的部分 我們從左邊點選標題啊 這邊就可以開始做設計 那文案改完了之後呢 接著我們可以點選啊 像是目前更改的是標題 那我們會看到 它右手邊多出一個很大的區塊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切換到標題 然後點選進階 你就看到這邊其實有些數值 那為什麼右手邊有這個區塊 是因為我們在邊框間距這邊設定了20 所以我們可以把20拔掉 那它就會回到正常值 那我點選這個連結呢 我直接把這些數值給刪除 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下面的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我在進階這邊呢 先把這個區塊給移除 好那這原來版型呢 有提供兩個算是特色介紹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是可以留著 然後在這邊呢去做文案的更改 跟這個Logo的調整都可以 好那目前這兩個呢 我用不到 所以我點選右鍵 點選刪除 把這兩個給刪掉就OK了 那再來呢我可以點選下面的按鈕 然後我點選樣式 我來更改一下樣式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是背景顏色 我直接切換成常用的紫色 好然後我顏色呢做個調整 其實我們會看到這邊 它有一個邊線黑色的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你可以在邊線類型這邊選擇無 它就會消失了 好然後這邊有個鼠標暫留 我們滑上去之後呢 目前呢它是使用藍色的 我們也可以更改成另外一種 視覺的顏色 我讓它變成是淡紫色的感覺 好那這邊一樣它預設有個邊框 那應該是用不到 邊框的顏色 所以我就再把它取消就好 那接著呢我來更改一下按鈕的文字 然後有關於icon的部分呢 我可以點選圖示庫裡面 我搜尋關鍵字 選擇箭頭相關的 然後我讓它放在文字之後 那它就正式的呈現囉 那接著下面這個文字呢 我也做一下更改 好那你可以設定連結的部分 這邊呢你可以貼上你想的連結到哪裡 那這邊有個連結選項 打開來之後呢 如果你想在新視窗開啟 你就把這個按鈕給打勾 那如果不需要呢 你就不用勾就可以了 然後它後面呢有個圖示的間距 是箭頭跟文字的位置 你可以讓它近一點也沒有關係 然後有關於進階的部分呢 它版面配置有一個左邊呢是48 所以它跟旁邊的按鈕呢 中間留一個48的空間 我們也可以呢 讓數值變小一點 比如說我設定30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再來呢有關於文字的大小啊 我們可以切換到排版樣式裡面 尺寸我設定一下 那接著我再做一下按鈕的間距調整 我可以點選樣式 然後在下方的邊框間距呢 我把連結先解開 然後我先設定一下數值 好 那接著呢 我在這個主標題跟這邊 中間文字的地方呢 我再新增另外一個附屬標題 好那有關於elementor呢 當你拖曳這個元素啊 它其實都能夠去排順序 你可以看你要安插在哪個位置 好比如說我放在中間 我這邊輸入這個網站的slogan 好那我調整一下文字大小 那我這邊的區塊呢 大致上就完畢了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這個範例站 它左手邊呢 還增加了一個社群分享最終的功能 那我們也可以呢 把這個欄位給建立出來 一樣先回到編輯狀態 然後我在欄的地方呢 我點選一下 我點選右鍵 然後新增欄位 那我把這個欄位呢 可以先移到旁邊 那有關於每個欄位呢 它都可以設定欄位的寬度 那我第一個欄位呢 我比例先設定為7 那中間欄位呢 先設定為40 那最後呢 就設定為52 預設的樣子 好那有關於呢 這些欄呢 它基本上呢 只要加起來是100的話 它就會在同意條上顯示 但如果超過100呢 它就會掉到第二行 所以你可以自行去分配它的比例 那這個藍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用拖曳的方式呢 那這個藍的部分 你也可以用拖曳的方式呢 去設定啊 它的相對大小 都是可以的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把下面啊 這個版型預設的區塊 它有一個社群 我們直接複製這個區塊 先選右鍵 然後複製 然後我直接在這個中間點上呢 我貼上這個區塊就出現了 那我們也會看到啊 這邊是用圖示列表的工具 它分別有FB、Twitter、IG跟YT 你都可以自由去新增 然後找到相對應的圖示就可以了 那我就先維持預設就好 接著我先切到樣式 我在圖示這邊呢 我把顏色改成類黑色的方式 然後鼠標佔留的話 我再讓它改成紫色 那接著呢 我可以更改它的大小 我切換到圖示這邊 在尺寸、地方 直接輸入22 那這樣我這個區塊就完成了 我們也可以把左手邊的面板呢 給縮起來 看一下目前的樣子 那其實大致上的架構呢 其實已經完成差不多了 那我們接著呢 來看一下實際範例戰 實際範例戰目前還有一些差別 是在於上面跟下面的間距 它是比較小的 然後跟包括呢 這個文字之間的距離呢 它是有做過一些安排的 好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微調 首先我們先前往原來的編輯狀態 然後我點選段的地方 也就是最暢層的位置 我點選版面配置 這邊最小高度呢 它是使用VH是100 等於說它會抓整個 網站的高度 那我們這邊呢 先使用Pixel好了 然後我這邊的高度 設定為750 那它的高度就不會這麼的高 那接著呢 我可以再設定文字之間的間距 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位置 那我後來呢 又更改了一下相對應的文字間距 那包括呢 我在最右手邊的藍的地方 我在進階 左邊跟右邊呢 我個別做了一些數值 做一些區隔 這樣子呢 元素之間才不會過度的緊密 那我們第一個區塊呢 大致上就完成的差不多了 那你都可以呢 針對細節部分呢 再做微調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先點選下方的更新 接著呢 我們可以回到網站首頁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效果是如何 OK 目前首頁第一區塊呢 已經被我們改造完畢了 我們分別呢 加上一個社群的功能 加上更改了文字 副標題跟描述 然後按鈕部分也有兩個 那再來呢 右手邊呢 就是更換人物的圖片 那你都可以自行的去做替換這樣子 好那我們後面呢 在背景呢 也加上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讓背景不至於會太無聊 好那以上呢 我們第一個區塊就製作完畢了 那我們首頁第一個區塊 製作完畢之後呢 接著呢 我們就來製作第二個區塊 那第二個區塊 在範例站是多項服務一次搞定 那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列出你的專業能力 比如說UI設計 平面設計網站架設 或者是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履歷 或者是個人技術呢 去調整這邊的文案 簡單來說呢 目前我們是抓六個區塊 讓大家做填寫 那或者是呢 你有更多你都可以再做區塊的複製呢 讓它變成八個啊 十個等等 都可以 好那我們就來製作一下這個區塊 首先我們先前往到後台 我們如何製作下一個區塊呢 我們可以在段跟段之間呢 我們點選加號 中間的話 先用一個段作為範例就好 那首先呢 我會先放入標題 標題讓它置中 接著再放入一個 內容編輯的工具 再來放入一個分隔線 可以調整分隔線的寬度 把它調成9% 我讓它置中 接著呢 我可以更改一下 邊線的重量 那數值越大的話代表這個邊線會越粗 我可以更改一下顏色 好那再來我更改一下裡面的文案 再來更改一下文字大小 好 那再來呢我可以針對呢 它外層的這個段呢 我去點選進階 我讓間距的部分呢 做一個調整 我分別是針對上距離呢 調100 下距離調60 把它的中間寬度呢 給拉開來 好那我們這樣的第一個小區塊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要製作的是 它中間的這個6個小區塊 首先我們要應用的工具呢 就是一個叫 內部段的小工具 好那所謂的內部段呢 就是你在外層的這個段 裡面還可以再放一個段 所以它叫內部段 那這樣呢 我就能夠做更多的排版調整 那我內部段呢 目前裡面需要的是 一排有三個欄位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三個 那再來呢 我可以把我想要的工具呢 給放進來 首先放的第一個呢 是圖片 再來我可以放 標題 再來放內文 描述 然後最後放一個圖示好了 大概會是這樣子 圖示的部分呢 它目前是沒有丟進來的情況 所以它自己變成一排 所以你都可以再把它拉回來到指定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來更改裡面的元件 首先第一個呢 我把它換成 可以調整它的寬度 輸入相關的文案 調整 標題大小 讓標題置中 讓內文置中 接著我來更改下方的圖示 我讓 檢視的地方選擇 框架 讓它變成一個圓形 接著調成尺寸大小 好 那在我們第一個區塊 該有的元素 已經就定位了 接著我可以讓 這個欄位裡面呢 有一個白色的背景 這樣才會有一格一格的感覺 首先呢 我先在藍的地方 點選進階 在邊框間距 我設定相關的 大小 或者是呢 我也可以改用 在邊界的地方 做數值的設定 那等一下呢 我在做白色背景的時候呢 它的區隔會比較明顯 那我把位置對調一下 再來呢 我可以在點選藍的地方 點選樣式 背景的部分 我把它改成白色 好 我們就看到第一個區塊 其實已經就定位了 它一個白色的位置 然後元素都放在中間 接著我可以針對裡面的區塊呢 我調整一下 四周圍的間距 再呢 我可以讓這個藍裡面的東西呢 我加上一些 陰影效果 我切換到樣式 我點選框線 下方有個方框陰影 我點選一下 那我們就會看到啊 它目前有一個黑色的陰影出現了 但我希望呢 它變得更加的柔和 所以我可以點選顏色 我讓透明度再多一些 那加上呢 我讓模糊的大小 增加一些些 好 那這樣我們第一個呢 小區塊就完成了喔 那接著我們只要再做複製的動作呢 就能夠很快速的再把多個做出來 好那這樣我就複製完畢了 那有關於複製的方法呢 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點選欄位這邊 點右鍵 然後點選再置 就可以了 好那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區塊 我們可以個別呢 改一下後面的文案 那接著呢 我打算再製作第二排 我只要呢 在這個內部段裡面 我點選一下 點選右鍵 然後點選再置 好就直接再複製一份 好那我們下面呢 一樣可以更改文案 好 文案調整完畢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有一個小狀況 就是我們上面呢 跟下面之間的距離呢 是比較寬一點的 如果我們需要調整的話呢 其實我們只要點選下面的內部段 我點選進階 目前我們會看到這邊 設定時都是空的 所以呢也是代表說目前這邊的區塊位置 不是由他造成的 所以像這個狀況呢 我們就要去找 產生這些空間的元素在哪裡 那我們這邊檢視的是藍的位置 點選進階 我們就看到啊 這邊有很多數值 所以可能影響的位置就在這邊 那我這邊呢 可以先把邊界 上面的距離 給移除 好那位置就會比較近了一點 那接著呢 我後面呢 再做一樣的事情 那我們距離就調整完畢了 那接著呢 我要做的就是 在這個區塊背後呢 我再加上一些不規則的形狀 首先呢我可以來到外層的段 接著呢 我點選樣式 找到背景 我們用圖片的方式呈現 找到圖形 放進去 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這邊呢 可以做這個圖形位置的調整 因為我們上方有個圖形 然後下方呢 就直接連在一起 其實會有一點 奇怪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讓這個圖形呢 在 右下角啊 或者是 這邊顯示 它可能會比較直覺一點 好那首先呢 針對這個圖形的部分 我們重複的地方呢可以先選擇 不重複 它就只會出現一塊而已 接著呢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大小有沒有需要調整 如果不調整的話 我們只要更改 它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們在位置這邊可以選擇 制定 然後我讓它 X軸呢 比較靠近右手邊 然後Y軸呢 讓它 下來一些 那這樣呢這個區塊就會在 右下角顯示 那它跟上面呢 就會去做出一些區隔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背景 設定呢 也大概都完成了 那這樣子我們第二個區塊呢 就順利製作完畢了 接著我們只要呢 點選 左下角的更新 那我們接著就可以前往到 第三區塊的製作 那再來呢我們要進行 設計的調整 就是第三區塊 我們這邊呢會做的是 更改背景圖 然後上方跟下方 區塊 先去的調整 跟裡面文案的調整 這樣子 好首先我們先回到 編輯模式 那我們這邊呢會發現 原來的版型 裡面有一個類似的區塊 那這個區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它 現有的去做更改 就不用重做了 所以首先呢我們要做的是 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外面 斷的地方 點選進階 更改一下 上下的位置 接著呢我可以點選 樣式 然後我在背景覆蓋裡面 更換一下 裡面這張圖 好 那再來呢我們會看到 這邊有個社群的地方 我希望呢讓它在 字中顯示 我先切換到藍的位置 然後我再垂直跟水平呢 就可以調整 這個位置呢 的相對地方 所以首先呢我在垂直的地方 我們試試看中央 它就直接來到指定的定位了 那水平的地方目前是在結束 會比較自然一點 好那再來呢我們就來更改一下 右手邊 往按的調整 再來可以更改一下下面按鈕 這邊呢也可以設定 按鈕的前往連結 那我這邊呢就先維持空白 然後按鈕滑上去之後的顏色呢 其實你也可以在樣式這邊呢 去做一個調整 好那我這邊呢就先維持 預設值就好 那這樣如此一來呢 其實第3個區塊很快就完畢了 好那完畢之後我們就點選下方的更新 那我們接著呢前往第4階段的製作 第4區塊呢 我們要製作的是 我的經歷的部分 那這邊呢你就可以列出 一些個人履歷 曾經任職過的 公司或者是職位 包括相對應的描述 好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會來製作這個區塊 首先我們先回到後台編輯 那目前呢我們可以看到啊 原有的區塊 這些功能呢 應該是都用不到 所以呢我們可以先把它刪除 好那這樣子網頁就會乾淨的許多 那接著呢有關於剛剛說明的那個 技能區塊啊 其實他跟我們剛剛所做的這個 服務啊 的內容是蠻像的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塊呢 做複製呢來做更改 所以我在段的部分我點選右鍵 再點選載置 好他就直接複製一份進來了 那接著呢我就可以呢 透過右手邊的導覽器 我直接呢把 中間這個區塊呢 往下拉到最底 他位置就會自己做更換了 或者是呢你直接在這個位置呢 你把這個段呢往下拖曳 到指定的位置也是可以換位置 好那你都可以依照哪個你比較適合使用呢 去調整順序就可以了 好那接著呢我們先來更改一下文案的部分 那接著呢我們要來更改他裡面的區塊 首先我們第一個呢先把用不到的 圖片給刪除 接著呢我讓標題的部分 靠左對齊 然後我更改一下他的文字顏色 我用之前所設定的文字色 然後讓文字的部分呢可以在小幾號 好那接著呢我可以更改裡面的文案 然後我讓文字呢靠左邊對齊 接著我再讓兩行的文字中間呢 我再放一個標題進來 文字的部分呢我這邊可以設定小一點 比如說我用16好了 然後呢我在內容裡面呢 HTL標籤我把它改成span 就是比較符合文字的樣式 接著呢我把文字的部分改成 紫色 這樣子呈現 我這邊可以設定啊 像比如說這個職缺當初在任職的時候呢 的時間周期 比如說我就先隨意填寫 好那文字的部分呢 你可以依自己的情況看是否要加出 那當然標題也是一樣 好 那接著下方呢原來是放圖示 那目前是用不到 所以可以把它刪除 這邊呢我們想要用的是一個 類似像進度條的工具 所以我們可以來找找看 這邊會看到 在一般裡面有個進度條 直接把它拉進來就可以了 那這邊就有個我的技能 然後顯示相關的樣式 這邊的話呢文字可能用不到 那再來呢我們做一些百分比的調整 調整一下文案 接著呢我可以切到樣式這邊 我更改一下 它的這個呈現方式 比如說我修憲讓它用紫色的模式呈現 然後再來呢我更改一下它的高度 更改一下圓角半徑 好那這樣呢我們第一個區塊呢就完成囉 那其實後面呢我們只要再做複製呢 做文案的調整 很快呢就能夠把區塊做出來了 好那我們就自行呢 把後面的區塊都給更改完畢 好那再來呢我們來更改一下 王案的部分 好那這樣我們呢 區塊調整都差不多囉 接著我們只要再回到 上層的段的地方 我想要呢把右下角這個圖形的位置 給它放到左上角或者是左邊 所以我們在做一樣的動作 我切回到樣式背景 我可以更改啊它的X的位置 把它移到左邊一點 然後Y的部分 然後移到上面一點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OK那完成之後呢 我可以先縮起來看一下目前的成果 確認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點選下方的更新 好 那我們這個區塊呢也製作完畢囉 接著我們就再往下一個區塊邁進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來製作的是 作品案例分享的區塊 這裡面呢可以放上啊履歷上 曾經的一些個人作品 那它也是支援這個Toy的效果 然後這個算是一個 轉盤的效果 好那我們稍後呢會來實現它 首先我們先回到編輯狀態 這邊呢我們一樣會需要它的標題跟副標題 還有邊線 所以呢我可以直接在斷這邊點右鍵 再置一份出來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在下面呢把用不到的區塊 直接刪除 接著我直接更改裡面的文案 接著呢我要做的事情是回到斷的地方 我在內容寬度呢 我把它用全寬的方式呈現 那這樣呢剛剛這個作品圖 才會從左至右呢去做個延展 那下面的高度我使用最小高度 改成VH 這邊的值大家可以自行再做設定 接著我擺上啊 會用到的轉盤功能 我點選九宮格 我們往下滑 那我看到有個圖片轉盤 我直接把它拉到指定的位置 接著我可以點選左邊的加號 我把相關的範例圖片呢 都給放進來 接著我來更改一下 左手邊的選項 圖片尺寸我先讓它用 全部的模式展示 那圖片拉伸一樣選否 導航列的部分呢 它有支援箭頭跟點 那目前呢我就先不打開 那下面有一個其他選項 這邊的選項功能還蠻多的喔 像是有自動播放的能力 然後暫停再懸停 就是當你滑上去了之後呢 這個圖片就會先暫停轉動 然後呢自動播放速度是它輪轉每一張照片的時間 那每1000代表1秒 那我這邊呢可以設定3秒輪轉影視 那是否無線輪轉 然後動畫速度你都可以自己去設定 接著我們來調整一下樣式 有關間距的部分呢 我改成自定 然後我設定成20 接著呢我更改一下 圓角半徑我都把它設成10 那還有一點圓弧度 接著呢我就來更改一下裡面的這個尺寸 我想讓圖片放大一點 所以我在圖片尺寸這邊呢 我再設定為4 調整大小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好我把它縮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我就能夠看到啊 目前它的作品案例 已經有呈現一個輪播的效果了 至於圖片跟圖片之間的間距呢 你都可以自行再去做一個調整 那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最後呢我們可以來更改一下 斷的地方 在樣式 圖片的地方我讓後面的區塊 它是在右手邊顯示好 所以我來更改它的位置 好 那再來呢我就可以讓 作品案例跟下方啊 這個立即開始 與我們聯絡的中間的位置呢 可以讓距離再多一點 所以我在斷的地方 點選進階 下面呢我把它設定為120 這樣距離呢就會比較寬了 那上面的距離呢 我就讓它縮小一點 好那這樣呢我們 首頁的最後一個區塊呢 就把它順利製作完畢囉 完成後我們可以點選下方的更新 再來我們回到網站前台 我們訪問一下這個頁面 目前呢我們網站首頁呢 從第1區塊的製作 第2區塊多項服務 你可以展示你的技能 在這個地方都會出現 那再來呢你可以寫一些 關於自己的故事 然後再來呢是你的 任職經歷 那最後呢是你曾經的作品案例分享 那它這邊也支援了一個 圖片轉盤的功能 下面呢就是立即開始 與我們聯絡一個 CTA的效果 那最後呢就進入到 業尾一些聯絡資訊的 地方 好那以上呢就是 網站首頁的製作流程 那通過這次的範例呢 相信你對Elementor 跟包括網站首頁如何製作 一定會有更深層的了解喔 好那接著呢我們要來 處理的就是 RWD 也就是響音式設計 有關於每個頁面呢 其實都可以支援平板跟手機板 那Elementor呢在處理這塊也非常的強大 我們可以看目前的範例網站喔 我把它拉到像是手機的大小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啊 在手機板上 它的文字部分呢 它會垂直的顯示喔 像是標題 覆標 文案 按鈕等等 那圖片也會 順勢的往下擺 那這個是第二區塊 多項服務 那它也是一格一格的呈現 再來會呈現我們的故事 的區塊 然後我的經歷 它也是一塊一塊的呈現 那這個是作品案例分享 它也是 一個區塊呈現 它也可以切換到 下一個區塊這樣子 然後下面呢就是 立即開始 因為我們聯絡 然後最後就是業圍的部分喔 好那我們稍後呢要調整的就是 RWD 讓它在不同裝置都能夠很好看 好首先我們先回到剛剛的 Elementor 編輯畫面 這邊我們可以點選左下角的響音模式 我們可以先切換成平板 看一下目前的感覺 好那我們會看到啊這個是平板呈現的樣子 其實就有點 非常的淒慘 好那我們會看到目前平板呈現的樣子呢 就非常的淒慘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來做個調整 我們這邊呢可以先把社群的icon呢 先做一個隱藏 那如何隱藏呢 我們可以切換到進階 再回應室 我們把在平板跟手機的地方打開 那這樣它在這兩個裝置呢就不會出現 接著我在左手邊的 欄位的地方 我把寬度設為100% 再來呢我讓中間這些元素呢 全部都置中顯示 那有關於 中間內容編輯器呢 因為它在 冰框間距 右手邊是48% 所以呢我必須把它歸成0 這樣才不會有 靠左邊的問題 接著我再讓按鈕的部分 也讓它在 置中 那我可以點選按鈕 我切換到進階 這邊有個寬度 它一字排列呢 其實就可以讓這元素呢 相鄰的 做一個排序 但我現在目前想要讓它是 一排一個 所以我可以切換成全寬 那下面這個聯絡我呢 也是一樣 我讓它變到全寬的方式呈現 好再來呢我再點選按鈕 我回到內容 我讓它置中 那這個文字也是 好這樣就完成置中了 接著呢我們來做一下文字大小的調整 好 那我這邊做了一些設定 我針對這個內容編輯器呢 我做間距的調整 好那下面一樣 一樣我也是做距離的設定 這樣就會看起來好多了 那接著呢我們再來調整一下按鈕文字 我讓它變成大一點 好那有關於呢 段的地方 我在上面的距離呢 我可以讓它多一些些 再來呢我可以更改下面這張圖 到藍的位置呢 版面配置 我先讓寬度設定為100% 那這樣圖片呢就會自然的放大 接著呢我可以再切換到圖片樣式 這邊可以設定圖片的寬度 我們可以用Pixel的方式 稍微抓一下大小 好我這邊先抓大概500的距離 那這樣我們第一個區塊呢 其實響應式就調整完畢了 那接著呢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手機的呈現樣子 手機其實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首先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上方的區塊太多 第二個呢文字太大 所以我們都需要做個個別的設定 好首先呢我先回到段的地方 我在上面的位置 抓一個大概 再來我更改一下文字的大小 好那這邊來說呢其實 操作呢就跟剛剛我們在塑 間距跟文字大小 的設定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個別的 去做一個調整 再來我們看到下方的區塊 這個圖片的寬度呢 我可以讓它設定為100%好了 然後在藍的位置 進階 右邊是20 左邊是30 我都讓它變成0好了 這樣圖片會看起來大一點 好那這樣我們第一個區塊呢 其實就設定完畢了 完成後呢我們可以點選 下方的更新 接著我們可以看一下第二個區塊 第二個區塊呢我們一樣會面臨幾個問題 分別是間距跟文字大小等等 那我們都可以做一個設定 這個時候呢會比較建議 你可以先回到平板的樣子 從平板開始去做調整會比較適合 好那平板的話呢 其實目前是三個一排 那像這邊呢可能會比較適合兩個一排 所以我可以點選藍的地方呢 我這版面配置 寬度呢 比例我設定50% 那下方呢都一樣 依此類推 好那再來就是間距的部分喔 如果你認為這邊間距啊 你需要做調整 那我們也是一樣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手機版的呈現 我們可以先改上面的間距 再可以更改一下標題的大小 好再來我們可以更改內部段 那內部段目前它進階的值都是空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再往裡面去找 就是藍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呢 把它周遭為的距離先移除 試試看 那我就直接在邊界這邊射成0就好 那我會看到啊 它射成0的話 它兩個區塊就黏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針對啊 它下面的距離多增加一些 比如說我現在抓20 它就會留一個20的區域出來 所以它大概的值會是這樣 就是0020 當然主要還是會依照你自己編輯的狀態 去做一個數值的調整 好那我們下面就以此類推 好那這樣我們第二個區塊呢 響音室就更改完畢了喔 那這樣呢 不論是文字大小啦 跟區塊的大小比例呢 其實都會來得更加完整 好完成後我們可以點選下方的更新 再來我們切換到平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三區塊 第三區塊呢 我希望文字是置中的 然後文字可以相對大一點 好那我們平板的部分調整完畢 接著看一下手機板 手機板的話呢 由於旁邊多了一個社群 會導致這些文字呢 是比較靠右邊的 所以我這邊的做法呢 就直接把社群 它所附屬的藍啊 我直接點選進階 把它隱藏 在平板跟手機都隱藏 接著我再讓右手邊的這個藍呢 直接百分比色為100% 然後我來調整一下文字相對的大小 好那這樣我們這個關於我的故事的區塊 也調整完畢了 接著我們可以再調整下一個區塊 那其實後面就是以此類推 那我就快速的把它完成 好那經過剛剛的調整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調整完的樣子 首先這個是經歷的部分 也針對標題的大小跟內文的 區塊距離呢 做一個微調 那下面的作品案例呢 也針對文字大小 跟它內部的區塊去做個改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平板的樣子 那平板也是做了一些文字大小的調整 跟這個 欄位距離比例的設定 那作品案例分享也是 好 那這樣如此一來呢 我們就完成了 響音式相關的設定 這樣我們從 電腦版 然後從平板 從手機版 我們就完成了一個頁面的完整製作了 好那這個就是RWD設定的分享 也幫大家補足了這個概念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點選下方的更新 最後回到網站前台刷新這個頁面 你可以呢 再透過手機的方式 或直接呢 拖曳視窗 看一下平板跟手機展示的樣子 就會看到不同的結果 好 那接著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稍後會來製作 網站作品集 那有關作品集會使用一款呢 隸屬於 Astra主題下面的 WP Portfolio 這款外掛呢 進行製作 那我這邊目前畫面所展示的呢 就是他的官網 一些相關的介紹 那裡面呢 你也可以看到 他使用作品集的能力 展示了一些網站 的呈現樣子 那當然呢 也可以點擊進去呢 你就會看到 網站直接展示的畫面 那這些呢都可以很方便 你在呈現網站上的作品 那右下角呢 包括也是支援響音式 可以直接切換 那我們稍後呢 其實在做 作品集的網站 我都會展示這個功能 要如何實踐 好那我們這邊 再度展示一下 有關於 WP Portfolio 這款外掛呢 他目前有支援 四種呈現方式 第一種分別是用網站 展現 再來是圖片 再來是影片 再來是單一頁面介紹 好目前看到的 第一個呢是網站的Portfolio 首先網站的部分呢 就如同剛剛所展示的呢 你可以 把 一個封面放在上面 滑上去的時候呢 他就會自動滾動這樣子 當你點擊之後呢 也會看到剛剛類似的 響音式的呈現方法 那他上面呢 也支援分類的篩選 你都可以自行 設定分類 那包括他右手邊呢 還有搜尋框 你可以直接找到相關的 網站作品 好那這個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呢 是圖片化 那這個工具呢 也蠻多人在使用的 我可以呢 上傳 比如說 平面設計的作品啦 或者是攝影相關的作品 任何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OK的 那我點擊了 這個圖片之後呢 他還有類似這樣的 圖片切換效果 非常的精彩 那他同樣呢 也支援分類篩選 跟搜尋框 再來我們看到第三種呢 就是 影片的Portfolio 影片作品介紹 那影片的部分呢 我隨意點選一個來看一下 好那他就直接把相關影片 給播放出來囉 不論是你的 影片作品 或者是 攝影作品等等 你都可以呢 在這邊做個展示 或者是一些活動剪影啊 一些記錄 生活的一些小影片 好你想在上面 做個作品集的展示 都是可以的 好最後我們看到的是 單一頁面的介紹 在這個地方如果呢 你想要 裡面可以有更多 圖文展示的話呢 就可以用 這個模式 比如說我可以建立一個區塊 我點選了之後呢 在這個頁面裡面呢 我還可以看到 更多的 比如說是 作品的一些描述 然後或者是 圖文的一些訊息 等於說這邊是一個 客製化的編輯區 你都可以自由的 去放更多的圖 跟文字 簡單來說這邊的編排 還是不設限的 客製化程度更高 所以WP Portfolio這款外掛呢 目前有提供這四種呢 非常常見的 這個作品集展現的模式 那如果說要取得這個外掛呢 由於它是屬於 Astra這款主題的 進階版的附屬功能 所以呢我們會必須先取得 Astra的進階版 購買它的方案之後呢 才能夠做使用 好那有關於Astra 它的方案頁面啊 我稍後這個連結呢 我也會放在 下方資訊欄 如果你對剛剛提到的外掛有興趣的話呢 你都能夠前往購買使用 好那有關於Astra 它本身進階版呢 擁有非常多的能力喔 那像剛剛提到的作品集 只是其中一種而已 那當然呢 像是 你主題本身的設定項 能夠增強以外啊 比如說會有更多 像是 夜首 夜尾 布局的調整 那如果你有做電商 會有更多排版 其實都是包含在這個裡面的 好那這邊呢 它其實 講得很清楚 就是你可以生成的 高級版的夜首編輯器 然後博客就是你部落格的布局 然後年性標題 其實就是你 網站往下滑的時候 你的夜首呢 可以置頂的一個效果 這樣子 包括呢 還有 Mega Menu 巨大選單 這樣子 然後有 WooCommerce 就是電商相關的 更多功能 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中間的方案是 必備套裝 那這裡面呢 就會擁有我們剛所提到的 WP組合插件 它就是WP Portfolio 我們剛所講的外掛呢 你就必須要使用中階方案上 包含這組喔 你才可以擁有 剛所提到的這個 WP作品級的功能 所以說如果我們稍後要 完成後續的動作的話呢 這款外掛我們可能會先 做進階版的取得喔 那稍後我們就會實際做 這個方案的購買 好那關於Axtra的部分呢 它除了提供年珠字 它也提供終身版 如果說你今天覺得 Axtra主題用得還不錯 你覺得也OK的話 就可以呢 直接切換 然後點選按鈕 進行後續的購買就可以了 好那我這邊呢 由於這個主題 我是已經購買終身版 那由於現在是示範教學 所以我還是大概跑一下 稍後的流程 跟大家做個範例喔 好那由於我們稍後會使用到 作品級的功能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方案著手 那我點選 然後我使用 Elementor的方式 購買的是 Elementor相關的方案 好那接著就會進行到 這個購買流程啦 那其實欄位非常的簡單喔 我快速跟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第一個你就填寫你的 Email 再來你可以填寫你的密碼 再來可以填寫呢 你稍後會在 Axtra 所設定的這個密碼 密碼的部分呢 要記起來 然後 Email就是你的帳號 這樣子 First Name呢 就是你的名字 Last Name就是你的姓氏 這邊由於是國外的平台 所以你可以填寫英文的部分 好那下面呢 就是你所購買的方案價格喔 好那再來就是下方的 用付款方式 你可以使用PayPay 或者是你用信用卡的方式付款 那信用卡呢 你可以輸入你的 卡片姓名 那可以填寫英文 卡號 到期日期 然後卡片後三碼 再來呢你可以選擇你的地區 然後這邊呢 輸入你的郵地區號就好 最後呢 你就可以點選 結帳按鈕 那就可以完成整個 流程的購買囉 當我們把這個步驟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取得 WP Portfolio 這款外掛 那當我們順利取得 Astra 進階版了之後呢 你可以前往到 Astra 它本身的官網 然後你直接呢 做會員登錄就好了 好那這個就是我登錄完之後的畫面 那我一樣可以到 Account 裡面呢 這邊會有個Download 那Download 裡面所擺放的呢 就是進階版 它所給予你的能力喔 那像 Astra 我們之前安裝的是技術版 那現在呢 多了 Pro 版的能力可以用 你就可以呢 個別把這些 需要用的外掛給下載起來 去做一個升級的動作 那有關於 Astra 它本身的進階版呢 你可以參考 犬哥網站的YT頻道 裡面呢我也有錄製呢 相關進階版的 操作教學 或者是駕站教學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參考 這篇文章 那文章我也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這篇呢就是 Astra 主題的一個完整教學 從這些樣式的設定 到後續的功能擴充 包括進階版方案 要如何呢安裝 等等的流程呢 都在這篇文章裡面 我們稍後呢 主要會用到的是 WP portfolio的作品級功能 那要如何呢 安裝啟用啊 等等的流程 這篇文章也有做個詳細的說明 那我們還是先回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接著呢 要如何呢 去安裝這個 Portfolio的外掛 它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直接點選 這個名稱 就可以把外掛下載起來了 當你下載完畢之後呢 我們再度回到WP的後台 我們前往外掛 點選安裝外掛 選擇上傳外掛 這邊呢把剛剛所下載的作品級 外掛呢 給上傳上來 點選立即安裝 點選啟用外掛 那這樣作品級功能呢 就被我們啟用成功囉 那下一步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把憑證激活 所以我們會看到啊 這邊多出了一個小小的提示 就是叫我們 Active 把這個呢 憑證給啟用起來 那我們要如何啟用呢 首先一樣我們可以看到這篇文章 安裝啟用跟憑證激活 當我們把外掛安裝完成了之後呢 上傳的外掛也啟用了 接著呢你可以前往到剛剛的後台 點選 License 就是憑證的部分 那你就會看到呢 在Portfolio這邊的一個憑證 就點選起來 複製下來之後呢 再回到這個作品級外掛的地方 把憑證貼上去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直接對應一下後台 其實位置呢就在這個License的地方 點選之後找到相關的憑證 然後我們再回來呢貼到這個區塊 就可以順利搞定囉 那這個部分 就讓大家自行完成 那接著我們再度回到 Wordpress 後台的地方 我們看到側邊欄呢 你就會看到 WP Portfolio 這款工具呢 已經顯示出來囉 好那我們稍後呢 就用這款外掛做後續的動作 那我們接著呢看到 範例戰啊 的作品級頁面 那裡面呢 我目前呢有列了幾項作品案例喔 那上面呢他分別有作品的分類 我把它分成全部平面作品 攝影作品跟網站作品 那當然呢這個作品分類 你都可以自行在做調整 好那我這邊呢也列出了幾種模式喔 第一種呢就是使用這個作品級 第一種呢就是使用網站式的呈現模式 這幾種都是 那再來呢就是一個 做圖片展示的一個案例喔 那我放了兩個作品 他包括也可以做一個切換的效果 那再來呢 我放了一個影音作品的案例喔 那我點選了也能夠直接觀看 那最後呢我用了一個 WP Portfolio 內建的頁面 的作品呈現模式 我可以放文跟圖 去展示一個作品 那我稍後呢這幾種都會跟大家做個介紹 好那首先我們先前往到 Wordpress 後台 那在我們一切開始之前呢 我們必須先把作品級的頁面架構 給建立出來 那我們這邊可以先點選 左手邊的WP Portfolio 我們點選下面的Settings 進來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邊有個 Patch Builder 應變器 我們先選擇 Elementor 然後這邊有個 Show Code 就是短代碼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短代碼呢 就能夠把實際的頁面給召喚出來 所以這個短代碼呢 你可以先複製起來 那下面的Display 我們可以把顯示搜尋的功能也打開 那其他我先暫時用預設就好 那再來呢我們可以先切換到 Style 裡面 Style 是一些他作品級 所呈現的樣式 比如說你是要用滾動呢 就能夠加載更多作品 或者是用點擊的方式去加載作品 那包括呢 Hover的Style是什麼 滾動的速度預覽的呈現條 它是在底端還是在上面等等 那這邊有非常多的功能 你就可以點選試試看 好那我下面呢 再更改一下 Advanced 就是進階的部分 目前呢 他這些英文呢 其實都是個別代表一個頁面 那有關於他前面都會加上 Astra 他們自己的品牌名稱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移掉 完成後呢 就可以點選儲存 好那接著我們再回到General 我們再次複製一下這個等一下會用到的短代碼 然後我們再度呢前往到頁面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新增頁面 這邊我們建立一個頁面叫作品級 然後我們在網址ID的部分呢 你可以更改一下 那有關於網址的名稱呢 你可以自由的命名 但是不建議只打Portfolio 當作網址名稱 因為之前測試過 好像版型會有點跑掉 所以呢你必須要再加上一些字 或者是呢你都直接更改呢 跟Portfolio是完全沒關係的 當網址ID都可以 那接著呢我點選儲存草稿 好我先發佈這個頁面 接著呢我可以把短代碼給貼上去 這邊我直接輸入斜線 然後我打Short 他就會自己呢把短代碼工具叫出來了 那接著呢我再把剛剛複製的代碼給貼上去 我再點選右上角的更新 好那這樣呢我們在這個頁面就簽入了代碼 這個頁面呢他就會擁有作品級的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 他的檢視頁面 好我們就看到作品級其實基本的畫面 已經呈現出來了 那我們稍後呢 就只要把作品上上去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我們可以先把外面的樣式 給取消掉 因為呢我希望他的樣式是跟背景融合的 我不想讓他在一個區塊裡 好那我再度回來到這個畫面 然後呢回來到這個畫面之後呢 我選擇右上角有個Astra的設定 那我這邊呢在container style 我選擇unboxed 就是我取消被包住的感覺 我點選更新 接著我再回到前台 來我刷新這個頁面 好我們就看到啊 他跟背景已經融合在一起了 這樣樣式呢也會比較好看 好那我們下一階段呢 就可以來實際把作品呢 給分別填入了 那接著這一張節呢 我們直接來製作作品級 裡面的這些區塊 首先我們可以先前往到 左手邊的WP portfolio 那我們可以選擇 All portfolio items 那目前呢我們都沒有任何作品 所以他是空的 我們可以點選上面的 新增作品 那這邊呢 你可以幫你的作品呢 去做個命名 好那我這邊呢 選擇用網站的形式 新增 那接著呢他主要的設定項目會在下面的地方 那上面這個反而是用不到 所以我可以讓他往下移 那我在裡面呢 可以加上呢 我要放的圖片 好那我主要的核心圖就放進來了 那接著呢是你要讓這個呢 作品他點擊可以 訪問到他真實的網站是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網址呢是必須要實質存在的 不然你連過去呢也就是空的 那我就把這個範例網站的網址給貼上去 那接著呢你可以選擇是否要用興奮頁的方式開啟 好那我打勾好了 好那這邊呢你可以選擇是否要用興奮頁的方式開啟 你可以打勾也可以不勾都OK 那下面呢你就可以做一個行動召喚的留言 好那我把文案貼上去 好那這樣我左手邊作品的部分就上完畢了 那接著我看一下右手邊 他這邊有Category就是你的作品分類 那目前都是空的 所以我可以新增一個 那我把它設定為網頁作品好了 好那我新增這個分類 分類就進來了 那下面呢也可以新增這個Tech 就是標籤的意思 那我目前呢就先留空就可以了 好那完成後呢我們可以直接點選發布 接著呢我們可以回到網站前台 就是這個作品級頁面 我們刷新一下 好我們就看到他第一個作品已經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 由於我們網站本來的頁面長度就比較長 所以他目前呢 他就佔了很大的區塊 那如果呢我們今天想要參考範例網站的樣子 他是一小塊呢 我們滑上去他可以做個滾動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一樣呢可以先回到Wordpress的後台 然後我在 左手邊Setting的地方呢 我在興奮頁的方式開啟 我切換到Style 我在縮略圖滑上去的Style 我選擇用圖片滾動的方式 我進行儲存 接著我再回到作品級頁面 刷新 好我就會看到這樣的效果就正式出現了 那這樣呢就是可以讓你上作品級的方式之一 當我點選了這個 功能之後呢 我就會看到他會自動呢幫我抓取啊 我剛所設定 這個連結的網站 然後他裡面的頁面就能夠在這邊直接呢 去做展示 非常的方便 那他裡面其他的頁面呢 都還能夠點擊 那重點是呢 他會 真的很像是你在訪問啊 自己作品的感覺 因為他下面呢也有一些 你所設定的資料 比如說像我剛命名的是登山網站作品 那右下角呢 還有這個響應式切換的能力 非常的直覺 好那當我點選右下角呢 他有個叉叉 選擇了之後呢 就能夠回到正常狀態了 那因為由於我這個小螢幕 有在畫面的右下角 所以剛剛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得到 那響應式呢就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自由的做切換 點選叉叉就回到原來的位置 好那這樣我們就完成第一個 作品的上架了 好那接著呢我們希望的是呢 把這個作品集頁面 可以放在選單上 這樣呢我們會比較好點擊 所以呢我們可以再度回到 Wordpress的網站 然後我們前往外觀 選單的部分 接著呢我們可以看到左手邊的頁面 會看到一個作品集 新增 我們把它拉到指定的位置就可以了 點選右下角 會有個儲存 好 那我們再度回到網站前台 好我們刷新這個頁面 好就會看到作品集的頁面 已經在上面了 這時候我們只要點選了 就可以直接來到這個位置 那我們呢基本上 核心作品集頁面建立完畢了 然後 我們也建立了一個 網頁呈現的作品案例 再來呢我們也新增了一個 網頁作品的分類 那我們稍後呢會陸續 介紹第2個跟第3個的相關案例 好 那接著我們來示範下一種的作品集 案例 這邊我們要來製作的是 你可以放一些圖啊 或者是平面作品等等 他是支援圖片類型的作品集 首先呢我們可以在 All Portfolio Items 點選 Add New 進來這邊 我直接輸入類似的 關鍵字 那有關於這個名稱都可以自己再做更改 那我這邊選擇的是 Image 圖片類型的作品 接著我在裡面各放上兩張圖呢 作為作品集的案例 好那這個就是第1個平面的作品 那我在右手邊的分類我也可以再新增 相關的分類 完成後呢可以點選 Enter 他就自動的更新上來 接著我們點選右邊的發布 點選更新 接著我們再回到網站前台刷新頁面 好那接著我們就看到 這個圖片類型的作品就出來了 那在裡面呢你可以放上任何的圖片作品 那接著我們再來示範第3種作品案例 我們再點選新增 這邊我們想要示範的是影音相關的作品 那我們可以選擇總類是 Video 新增 好那這邊呢我放上示範的圖 找一個跟影音有相關的 那下面有關於影片連結呢 你可以在下面這個網址貼上 那你可以貼上第3方的 不論是在YouTube或者是 Vimeo 或是你自己有傳到某一個 平台上的影片 他只要有個連結應該都是找得到的 好那我們在右手邊分類這邊呢 輸入 好那我們就把影音作品給打勾 接著我們就回到前台 刷新 就看到第3個影音作品已經出現了 接著我們可以點選 影片呢就會直接 給載入進來了 那訪客呢就能夠在這邊直接做一個觀看 好那最後呢我們要示範的就是 單一頁面的作品案例 好我們選擇的種類是 Single Page 行程 那這邊你會看到 他就是 一個一般的文章編輯的功能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工具呢 做一個頁面的編輯 好那我這邊呢 先隨意打上範例的文字跟圖片 那我這邊呢就已經輸入完畢了 那有關於這個頁面的製作呢 你也可以點選 左上角這個加號 它裡面有非常多 Wordplay支援的 一個區塊工具喔 比如說像段落 標題 清單 圖片 圖庫等等 都可以自由的做使用 那接著呢下面你可以 點選 Add Image 那這邊呢你可以放上 封面圖 好那我就用 其中一個作為範例好了 好然後呢這個是作品級呈現的方式 看是要在 新分頁的方式展開 或是在當前分頁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選擇 那右手邊 網址的部分呢 你可以自由的命名 完成後點選 發佈 再點發佈 那這邊呢你可以自由的 去判斷是否有需要再新增分類 或者是在現有的分類呢 打勾 隸屬 在它下面就可以了 好接著我們回到前台刷新一下 好我們就看到剛剛所新的 單一頁面作品 已經順利的出現囉 接著我們可以點選看一下狀況 它是用新分頁的方式開啟 那裡面也會看到我剛剛所設計的 文字 圖片等等 好那這裡面呢 你就可以自由的編輯 更多的圖片 如果你有這樣的需求 或者是你需要文字描述 你就可以用 類似這樣的單一頁面作品 去做上架 這樣子 好那以上呢 這四種就是 WP Portfolio 很常用的作品集上架方式 那我再度回到作品集頁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啊 目前剛剛是新增了三個分類 當我們點選的時候呢 系統也會自動的 把相關的作品帶入進來 那隨著你的作品集越來越多呢 其實就會越來越豐富 那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 目前範例網站 這邊作品上的比較多 目前上到 7個 你自己本身的 你應該也會越來越多這樣子 那會看起來更加的豐富 好 那接著我想額外分享的是 有關於上面這些 作品分類呢 你可以怎麼做編輯 我們一樣呢 可以回到 網站後台 我們可以在 WP Portfolio 裡面 看到 Categories 點擊之後呢 會看到右手邊呢 這三個就是 你剛在新增的時候 左新增這些文字 那你也可以點選 快速編輯 去更改 它的名稱 或者是它的網址 ID 或者是你不想要 然後就把它刪除 那左手邊呢 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呢 去做一個 分類的新增 都是沒有問題的喔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透過 ASTRA 裡面的 WP Portfolio 這款外掛呢 實踐出來一個 完整的作品級頁面 接下來這個章節呢 想額外跟大家分享 因為目前 ASTRA 這個版型呢 它其實有內建幾個頁面 像我們剛剛是示範了 首頁如何製作 它還有像是 關於我們這個頁面 裡面這個版型呢 你都可以參考 我剛前面跟大家分享 Elementor的編輯方式呢 去自由呢 設計這些頁面喔 不要的區塊你可以刪掉 那你也可以新增多的區塊 那都沒有問題喔 那接著可以看到 服務項目 這邊你也可以做一個更改 那工作室呢 也是它內建的版型 你可以從中呢 去做一個調整 然後後來呢 就是 作品級頁面 就是我們剛所分享的 好那有關於 Wordpress頁面的新增編輯呢 我也補充一下技巧 我們可以先前往到 Wordpress後台點選頁面 我們在這邊呢 就能夠看到 目前網站上的 頁面架構 那我們後面呢 頁面如果有看到Elementor代表你這個頁面呢 是使用 頁面編輯器做編輯的 那你也可以點選新增頁面呢 就能夠編輯更多 那頁面的部分呢 它也支援批示操作 比如說我針對不要的頁面 我可以打勾 點選 一次回收筒 再點選套用 就可以直接 把這些頁面的都移除了 所以Wordpress它本身的頁面呢 支援的 功能還蠻多的 大家也可以善加利用喔 好那這張節我們要示範的是 聯絡表單的調整 這個版型呢 的聯絡我們頁面 它有支援一個 右手邊的 聯絡表單 那它的表單單位蠻簡單的 像是 姓名 Email 跟主旨 跟你想要留的訊息 最後是一個提交按鈕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做個更改 要如何調整呢 首先我們可以先前往到 Wordpress 後台 我們在左手邊呢 可以看到 WP Fonts 我們可以點選 All Fonts 那這個地方呢 就會列出啊 目前你網站上啊 的表單有哪種類型 當然如果你覺得表單的格式不夠 你也可以再點選新增 WP Fonts有支援非常多現成的版型 比如說這個是基礎聯絡表單 然後電子報訂閱 註冊類型的 它有很多 那當然如果你有更多表單的需求的話呢 它其實下面呢 還有不同種類的表單都已經是現成的可以直接套用 但是這下面呢應該就會屬於是進階版的部分 如果有需求再做使用就好 不然其實呢 你用免費版都可以自行的做表格的編輯 那我們接著呢來看一下我們如何更改這些表單欄位 我先點右上角的XX 那我先找到啊 目前這個網站應該就是使用這個表單 所以呢我直接在這個表單做編輯 好我進來之後呢我可以看到啊 目前這個表單它有提供4個欄位 那我可以個別呢改成中文 好那這樣就更改完畢了 非常的簡單 那接著呢下面呢 它會有一個是否為避填 如果你要避填就打勾就好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4個欄位還不夠 WPFORMS呢它的基礎版有提供了一些 欄位格式喔 都可以自由的拖曳喔 比如說我也可以放一個下拉選單進去 我只要拉住呢 往右邊拖曳就可以了 它就自己放進來 那接著呢我就可以去設定啊 它裡面的值喔 比如說我第一個 可能就是A B C 自己做選擇就好 還有我也可以用拖曳的方式排序 當然我也可以在新增的欄位都不是問題喔 那這邊呢我也可以針對這個下拉選單的名稱呢 做一個命名 那這樣我的欄位就變得更多了 那如果用不到的欄位我就可以點選這個 右手邊的垃圾桶把它刪除就可以了 那這樣呢你就能夠豐富啊 目前的這個聯絡表單 打造呢屬於自己喜愛的樣式喔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一些基本設定的部分 左手邊有個settings 那我們可以呢先從general開始 那這個是表單名稱 你可以為你的表單命名一下 這樣當你有多個表單你也才不會搞混 然後呢下方這個是 提交按鈕 目前它是用英文你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好那這樣我們就更改完畢囉 完成後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的儲存 其實我們再來看一下左手邊的第二個 這個是有點安全機制的感覺喔 它有開啟第一種呢就是一個基本的保護 那當然呢它也支援像是 Akismate 就是 Wordpress的一個蠻熱門的垃圾留言防護外掛 那如果你要打開也OK 但是呢它會提醒你必須要先安裝這個 Akismate的外掛呢 才有辦法去搭配使用 這個就可以看自己的需求有沒有需要 好再來我們看到第三個呢就是通知信喔 預設通知信的功能是打開的 簡單來說呢就是 訪客如果透過呢 前台這個表單送出訊息給你之後 那你在後台呢 就能夠收到這個通知喔 它會直接寄到你的email 有關於這個email的格式呢 我們會看到它前面跟後面都有一個 括號 然後中間帶一個admin email 那這個呢就是 系統啊 會自動帶入你的信箱 它是一個 動態資料 所以呢這個部分建議不要做更改 那接著呢這個是 是email的主旨你可以更改 方便你辯認這樣子 可以改成中文也OK 然後呢傳送過來的名字是誰 你可以輸入你這個網站的名稱這樣子 然後它會從哪個信箱傳出去 就是 管理員信箱 好那所謂管理員信箱呢 其實跟大家講一下位置 好管理員信箱呢就在 Wopus 後台設定 一般 然後這邊呢我們會看到一個 航山管理員電子信箱 它其實就在這個位置 你把它更改它就自己 信件就會往這邊寄 我們再度回來 那下面呢基本上我們都先用預設就可以了 好完成後呢就點儲存 那最後呢有一個是 確認的功能設定 那這個部分呢是會寄給 這些留言者 他們會收到的訊息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中文呢 讓他們收到才不會覺得怪怪的 那這邊還有支援其他種類型的模式 那以上呢就是 WPFORMS 一個 基本的 設定 那透過這個 表單外掛呢 你就能夠自由的客製化 目前聯絡表單這個頁面 表單的加購 好那先恭喜大家 順利學習到這邊 那目前呢也進入到影片的尾聲了 那我在這個章節呢 會跟大家 複習一次呢 我們今天大概 所學習到的哪些重點功能 首先呢 我們今天是 透過ASTRA這款主題呢 把版型匯入進來 那它就給了我們蠻多頁面的 我們也自由了編輯選單 跟LOGO還有網站頁手的部分 再來呢我們也編輯了網站的首頁 那首頁部分我們是使用 Elementor這款編輯器 我們了解它的操作 跟包括如何新增區塊等等 我們都做了一個完整的設計 那接著呢 網頁下面呢 頁尾部分呢 我們也新增了一個 call to action 就是行動呼籲的 區塊 那包括呢 實際網站頁尾的部分 我們都做了一個更新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頁面 其他頁面呢 也做了一些 設計 那這個是我後來去做一些更改 那同樣也是使用Elementor 大家都可以自行去做發揮 然後我也更改了一下 內部的文案 讓它整體變得更加逼真 那其他的幾頁呢 大家都可以自行做發揮 那再來呢 我們也使用了 ASTRA它內建的 WP Portfolio 但由於它是進階版 所以必須要擁有 進階版的資格 才有辦法使用這個功能 好那裡面呢我們也示範了 如何新增多種作品 像是一般的登商網站作品 這個有點像是網頁的性質 它就直接可以在 內部的網站 就直接看到呢 一個完整的網頁架構 非常的方便 那它的右下角呢 也支援這些響應式的方式 你可以自由做調整 那再來我們示範的第二種 這個作品級範例呢 就是平面設計的作品 那當然它也支援這個圖片切換功能 也非常的直覺 再來呢我們看到了影音作品 如果你是有些攝影啊 或者是等等活動的影片 都可以在這邊呢 做一個擺放 那點選按鈕就可以直接觀看 那再來呢如果你有更多的文字跟圖片 你想要同時擺放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 頁面方式的作品呈現 所以整體來說呢 這個WP Portfolio 這款外掛功能非常的全面 好那有關於ASTRA進階版的 方案連結 我都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方便你直接前往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前往看看 那最後呢我們分享了 如何在聯絡我們頁面 的地方我們更改了這個 表單諮詢 我們透過一款叫做 WP Font 的建構器呢 我們去編輯了它的 表格啦 跟包括它的 傳送資訊 然後我們讓整個 表單諮詢的架構 變得更加完整 可以跟這個 網友做個互動 好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所學的分享 那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 個人履歷製作的網站 包括呢我們也教了作品級的功能 那希望這部影片呢 對大家有所幫助喔 好囉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 希望能幫助你 輕鬆製作精美的 個人作品級網站 獲得滿滿的資訊量喔 如果你有任何新發現 都歡迎在下方 與我分享喔 有關這支影片提到的 相關資源 連結我都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最後如果你有網頁設計 或主機代管的需求 都可以請全哥數位團隊 協力幫你服務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SUSCRÍBETE 字幕後來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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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後來 按個力量